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老朋友在华府的经济学人李恒青先生 你好 早 赵平兄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声音没有 听得到啊 你听不到我声音吗 现在可以了 我刚才听不到 现在可以了 好好 有一点时间差 是吧 我今天我早上 我早上还reboot了一下 这样可以吗 现在挺好的 我觉得还好 对 今天好像网路有一点慢 是吧 礼拜一的关系 对 礼拜一的关系是不晓得 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 但愿不是 希望不是特别针对我们明镜 是是是是 我们不晓得你现在华府温度怎么样 我们现在纽约早上都蛮凉啊 对 冷 现在我今天上午还没查 昨天上午39度 39度就五度 对 还是挺冷的 叫不好 叫不好 牛杆 牛杆加疫情叫不好 对 现在就是不出门了 不出门你就得牛杆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现在没有出门 基本上 等一下我们会有时间来讨论这个 实在是 一开始呢 有个比较稍微突发重要的新闻 这个中美还没有武装冲突 两岸还没有开打 不过两岸的外交人员在斐济发生了冲突 那根据现在外界的报道 是10月8号 中华民国台湾在斐济举行这个国庆的这个庆祝会 国庆酒会 那中国驻斐济的外交人员呢 这个试图硬着闯入 遭到台湾外交官的这个制止之后 爆发了这个冲突 那现在传出来是台湾的外交官有脑清闻 脑震荡的现象 目前有这个斐济警方在处理 那这个事情我就有两个这个疑惑的地方 第一 为什么 斐济 中国驻斐济的外交官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跑到台湾的这个国庆酒会 的现场去 是不是做一些探访一些密情啊 或者看哪些人参加这个国庆酒会 然后要做一些刺探军情的事情 然后爆发冲突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十月八号到现在已经有十一天的时间 为什么现在才新闻才出来 而且不是当下九号十号这个新闻点出来 为什么要刻意的是有人是不是去掩盖这个事实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这个中美这个没有什么冲突 两岸还没开打 不过现在两岸是比较紧张一点 稍后我们会有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个中国外交官 搬到这个 不进了场子 去闹 然后爆发冲突 台湾的外交官请拿出去 他不愿意 然后肢体冲突 然后导致台湾的外交官脑震荡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是挺震惊 应该用震惊这个词 你想这个别人呢 就算是你现在跟中华民国是敌对的这种状态 别人呢庆祝他的这个建国的这个纪念日 或者叫国庆 然后呢你呢去闹场 我想呢这一点啊 这个从基本的一个外交礼仪来说 都是属于失礼 或者是就是礼仪不足的这一个状态 但是呢这种事情啊 在中国的目前的这个 这个外交部的状态下啊 应该也能够理解了 我觉得我是完全能理解他们 你比如这个 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外 对外派出的机构啊 现在呢派出的人 选派的人啊 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你看那个选 你像这个 应该两年前吧 英国保守党这个集会 当时呢开一个会呢 这个讨论的是这个 应该说是他们针对中国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时呢是一个辩论会 一个答辩会 而且那个时候呢好像是邀请到了香港的 香港的一个还是几个艺人到场 结果呢这个中国的官派的这个媒体的记者 就强行闯入 强行闯入了以后 别人就拦住了 别人就说这个人家会议组织者吗 说这个第一你有邀请吗 说没有 我是记者 我要进去 说我们这个不对外开放啊 我看了他们那个要求 说那个我们对外不开放的 说这个没有给记者发邀请 而且呢就是即使有记录的呢 也都是我们邀请的记者 没邀请你啊 你没有请柬 说那也不行 那我也要进去 结果一通辩论 说英国不是言论自由吗 不是对这个新闻报道自由吗 我是无勉之王 所以我必须要进去 后来呢就进去了 人家一看说这个好像这个道理上也正确 就让他进去了 客气啊 结果进去了以后呢 他在会场就闹起来了 就开始骂 包括什么国骂都出来了 然后呢 痛斥这个所谓港族分子啊 什么的 哎呀我就说这个 后来最后他们轰走了 轰走了还被提起取诉 现在好像 好像是不是被中央台给开除了 还是怎么着 至少名义上要提起来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啊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 当下的中国发生呢 一点不奇怪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在当下中国呢 现在需要的 这个最高领导人需要的 所以像现在呢 这个两岸紧张对质 在这种大的前提下 那现在大家都想立功啊 都想立功 所以我想在斐济的 中共驻斐济大使 那肯定特别也特别想立功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机会是吧 中华民国庆双十节 对吧 庆国庆 那机会来了 一定要争取立一把功 所以呢 这个派出这个小战狼们出去 去做手脚 这个呢肯定的 我想呢 这个不 就是不 就是很震惊 但是确实是放在他身上 我能理解 我真挺能理解他们的 这些人啊 说说两句话 他们呢 都是 你想他们有什么理想 有信念吗 有主义吗 其实都没有 他们就是一个 升官发财 只要做的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喜欢 那我就有可能升官发财 就是这么一点 你像这个中国外交上的 有一个著名的事情 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多 因为后来不对外说这件事了 就是当年啊 这个好几年前了 那个时候温家宝还做总理啊 结果呢 温家宝呢 他们家族的丑闻 就是那27亿美金的这个家族丑闻 结果呢 被这个纽约时报呢 做了这个 详尽的这个跟踪 然后搜集了很多的信息 写成了报道 写成报道了以后呢 这个纽约时报呢 还没有轻易的发 纽约时报呢 就向这个中国大使 温家宝家族 然后和其他了解的 那个那些 那些机构和个人呢 就发出了这个 报道的原文 发给他们 说请你们看一看 请你们review一下 我哪做的 哪个是事实是错的 错了以后 你们赶紧提出来 我们就不报了 就更正嘛 结果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 你知道当时的 这个 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 叫张燕隋 就是现在的外交部的 这个党委书记 他当时呢 做中国驻美大使 然后他呢 就disappear了 就在这个中国到美国 这边好多的这种 访问啊什么各种各样 他都不出来了 就在华盛顿啊 就后来弄清楚了 他跑哪去了 他跑纽约去了 他跑纽约 在纽约工作了好几个星期 干嘛呢 就是要说动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 后来被纽约时报报出来了 他到那儿呢 天天去跟人家做工作 天天到纽约时报的报馆 去上班 然后跟人家高层谈 这个家族 家族关系的 有关系的人谈 然后行会 全是张燕隋 亲自出马 亲自干 最后没弄成 人家纽约时报 特别明确就一条 我们给你发的消息 不是想来受贿的 不是想你们当时买我们新闻 我们就是想让你确认一下 这个温总理他们家 是不是有这么多钱 我们哪个报道是错的 结果呢 张燕隋呢 那不管这些 那个东西肯定都是真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 你们不能报 你们一定不能报 你们只要不报 要什么给什么 要多少钱 给多少钱 后来纽约时报一看 他这个态度 纽约时报明白了 那这些事 说明我们报道的这些事实 全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官员 就围着我们做这件事 那所以人家报了 结果变成了一个 惊天的大新闻 惊天的大新闻了以后 你看怎么样 张燕隋不仅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 说是这个工作 有什么变动 他最后变动是什么 变动成了 现在的外交部的 第一把手 比王毅部长还高 为什么 他是党的派向 对 他是外交部党委书记 实际的第一 对吧 你看 做了这些 战狼式的这种事情 他就能够升官 所以我想斐济大使 斐济大使呢 我估计也是想 循着这个路子 循着这个张燕隋的 这个路子 替现在党中央 现在跟 台湾跟中华民国 打一场 对吧 我们提前开战 打一场 结果好像是 就把人家都 把人家的外交官 刚刚就赵明兄 你说的都会打着脑震荡了 对吧 这还不立一大功 对吧 最后就是算是 在国际上 最后臭名昭著 回去以后 一样 所以我刚看到 你发来这个 这个突发事件以后 我就在行 我说 如果啊 这个听众朋友里头 要有这个五毛啊 拜托你们回去 给带个话 这个 中国的这个外交官啊 请个这个人选 以后应该请谁呢 应该请像成龙这样 对吧 为什么要像成龙这样呢 第一 绝对是效忠中共 中共只要你给个 给个馒头 给块肉 哎呀 他马上就舔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他又会功夫啊 对吧 别管这个花拳绣嘴 到这时候一上去 肯定不仅打一个脑震荡 一定给他打一个 什么脑浴血啊 或者是重残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一定不以后 不要再请这个 像现在什么斐鸡大使 这种 不要再请他 请成龙这样的人上 而且呢 成龙还是接待也可以啊 如果有什么政治局委员 比如薄熙来的孩子啊 哎 在英国 需要办个party 那成龙马上就飞过去 飞过去到那去 给人家玩抓甩啊 弄个球啊 到那去 给人家表演魔术啊 什么的 所以这些工作都可以做 完全做得好 伺候人也行 打架也行 对吧 这些呢 都都好 而且忠诚 忠诚 所以我建议啊 你们一定要把这话带回去 以后呢 要选就得 重要的大使 一定要选成龙去做 不过两万外交啊 这个本来就是 对于非常不平等的这种地位啊 那因为有斐济 现在跟中共有外交关系 台湾并没有 台湾是个商务办事处 其实我去过北京 很久我去过斐济啊 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以前的副总统 以前的行政院长肖万查 曾经秘访 曾经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去澳洲的秘访 这个斐济 我们还 我们还停留一个晚上 引起这个中国跟斐济之间 有一点小外交 小紧张 其实斐济跟中国 斐济跟中国有 有这个外交关系 但令台湾的关系来不错 因为斐济在南太平洋 是一个很大的 太平洋当中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沿洋渔业的基地 对 它是一个小岛 当然不能够跟下位比 毕竟还是比较原始的 这种绿 热带这个雨林 这种气候的小岛的地方 不蛮漂亮 海岸线很漂亮 很原始 没什么破坏 这个海水非常清澈 非常湛蓝 非常漂亮 但是我是觉得 两岸外交 其实台湾的外交官 不太可能去砸中共的场子 但是以往 以往很多例子 就是中国的外交官 在全世界各地 有关于台湾 要办什么国庆 或是办一些重要的 这个庆典的时候 都会过来看 都会有人 有人来看一下 到底是谁 当地国是谁 参加了这个 台湾的这个活动 他们可能要写报告用的 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也知道 就在中国的 这个强大压力之下 很多当地的这个市议员 或者参中议员 甚至这个一些官员 这个参加台湾的活动 总是有些忌讳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这个 是不是台湾跟斐济 之间的关系 现在在升温当中 因为美国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因为美国在斐济 也有一个蛮大的 一个operation 在那个地方 那因为中国 是不是想试探一下 到底今年的国庆 是什么样的规格 是不是有谁参加 才会派两个人 去看这个场子 那听说先看了一下 看了场子之后 出去 出去完之后 又马上又回来 是不是出去通报了一下 里面的情况 然后可能接受了这个 你讲的那个 中国的外交官的指令 中国大使指令 OK那决定要闹一下 我不晓得它试探什么 我不晓得它这个动作 它试探什么 那当然因为外交莫免权 这个事情 大概不了了之 北极的态度是怎么样 很难讲 那美国态度是怎么样 我是不晓得 这种外交战 到后来会怎么样平息一下 但是台湾的外交部 在立法院讲说 这个事情等最近 把它organize 把它搞清楚之后 它会对外一个公布 我不晓得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呢 这个这也是这几年 的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 我曾经啊 那个应该是90年代 那个时候呢 看过就是党史内部的 党史资料 这个中共啊 它有一套系 就是专门 一个是做统战 另外一个呢 是搜集情报 就是专门通过统战系统 来搜集情报 这套系 最早的时候啊 在中共建政之前 那个时候的负责人 叫董碧 可能这个人很 他原来在国民党里 一个资深的 这个国民党员 这个民主革命的时候啊 所以呢 这个董碧武呢 就是一直在做 就是类似于 刚才赵平兄 你谈到的这个 我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最后呢 一个是搜集情况 看看到底都是 谁去参加了这个 台湾的这个庆典活动 这样的话呢 在以后 他要打完报告里头 在以后呢 调整他们的统战政策 比如说这个人呢 我砸钱行 那个人呢 我送美女行 还有人呢 说是我怎么拉 个人关系行 或者是包括什么 文房四保 他们都有 那时候我看过 那个董碧武的签 就有批示 他就是说呢 这段情报写得好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怎么去做 其实都是挺 挺普通的那些话啊 但是你要仔细一揣摩 你能感觉到 这个共产党啊 他为了拿到的一个利益 他用心及审 用心及审 但是呢 那段时间啊 至少在原来 在中共建国的前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周恩来呢 主要是这个外交的工作 更多的时候 还表现出来相对温文尔雅 相对的平和 对 还有有所收敛 但是现在这个战狼 已经不行了 现在都都毫无底线 毫无底线 这个缺乏做人的底线 更没有外交家的风度 所以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现在 这个中国呢 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影响啊 除了大家除了知道他有钱 你只要拍户他两句啊 他就给你钱 除了知道这一点啊 这一点还有一点吸引力 其他的我看现在已经 就是越来越差 江河日线 所以现在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跟这个习近平也好 王毅也好 他们现在制定出来这个外交路线啊 实际上呢 这个应该有直接的联系 那就是我现在要 要大国要崛起了 我要变成战狼式的外交了 要这个是跟他们的 这个做法呢 是完全的联系 所以我想呢 这个不偶然走到今天 但是呢 两岸这个关系呢 这另外一边呢 我觉得这个 从这个现在的这个台湾政府来说 应该说呢 这也是跟他们现在这个既定的这个政策 我感觉那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在10月10号的时候 公布 而是要等到了16号17号 公布了这件事情啊 我想呢 他们现在呢 有意的在降低这个温度 不希望呢 为这个事情最后引起更多的 至少在评估呢 不必要的那些麻烦 比如说 诱发这个 诱发这个局部战争啊 或者是什么 不愿意产生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就是很收敛 我觉得这个做法 并不是说我不要讲 并不是说我不要反弹 但是呢 我有所收敛 而不是说呢 马上激起这个台湾岛内的巨大的民怨 然后呢 激起这个更多的怒火 他不是 他还是给他压下来 压下来 希望呢 能够平衡过度 另外呢 也反映出来 这个现在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认为这件事情啊 实际上丢的人 丢人呢 并没有丢在台湾的 台湾这一边 丢人现眼啊 是中国大陆 丢人现眼 中共丢人现眼 这个就 我就觉得呢 这个像那个 当 就是应该去年还是前年 那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 是白人种族主义者 然后呢 这个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啊 然后呢 打压这个黑人 黑人呢 就是还要少数主义就反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那个时候呢 前第一夫人 比笑马 奥巴马 站出来呢 就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其中的著名的讲话 他就说到这个问题上 他就是劝 这些少数族裔 包括 主要的是黑人 就是说呢 我们呢 这个白人 碰到他们这些白人主族主义者 我们不用去 不要去跟他这种 这种通过这种暴力啊 这种方式去反抗 说我们叫什么呀 就是蔑视他 叫他越来越 越low 我们越来越up 他叫they go low we go up they go low we go up 就是说我们就蔑视你 我们根本就不加你 你都不属于这个正常的这种人类 他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觉得实际上台湾呢 应该说目前的我 我猜想这个台湾现任的这个 这个现在的执政的这个 团队呢 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也并不觉得这件事就能掀起什么大浪 何况说良心话 这叫现在呢 斐济 斐济的这个大史级的这个外交关系 是跟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 而不是跟台湾呢 对吧 台湾才只是一个商务办事故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站了天 站了这个叫不叫天 是站了一个地利啊 很大的一个力量在你那 结果呢 你还这么去做 实际上是很low的 low的 所以我我觉得真的是 对付他们 这个如果用这种方式啊 我觉得我们确实就是不加他就好了 不加 不过这个横心讲的对 就战略战术而已 冷处理有时候是好事情 是 你有时候冷处理 这个马英九我看今天讲话了 他说这个当家的不会闹事 实际上讲得清楚 就是中共这一次故意闹事 他想看看台湾的反应 当然这个中国现在这次的外交 这种战狼外交 是不是会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做 我们还看看 因为现在两岸关系 已经冰冻到极点 已经几乎没有对话的空间 那外交本来就很紧张的 那现在斐济发生这个事情 当然是一个小的事情 是值得我们观察 如果刚才恒经提到一点 就是说别人在很热的时候 你有时候能处理 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我们继续来观察 看看今天稍后晚一点 所以想听大概台湾的外交部会 对整个事情的说明 再来呢 我们想要把重点放在这个 大家都关心的美国中党大选 这个现在讲了美国中党大选 就是心情非常沉重 从来没有看到 小美国中党大选那么沉重过了 包括华人圈里面 这个华人圈里面 现在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 川普跟这个拜登的支持者 实在是 我看这个网路上面 我昨天看到一个推特 那个一位我们的华人的网友 这个推特有在推特讲说 今年一定会这个奇迹式的 在美国有史以来发生 所有全部都盖红旗 50周全部会盖红旗 今年会发生这个事情 当然我不晓得 力度基础在哪里 就是说我想跟狠天讨论一下 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民调 到底民调能不能够相信 如果不相信民调 我们要怎么办 那比较新的重要的发展 就是说川普这两天 美国中党 川普这两天 一直在摇摆州里面跑 福尔达州 宾州 威士康 密西根 内华达 尔中拼命在跑 这个看得出来 他认为这七八个州 对他来讲 拜登也在跑 两个人前脚走 后脚就近 这个实在是跟得很紧 那现在战况来讲 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态势没什么改变 但是川普的一些讲话 还有班农 这个白宫的前策略是 2016年帮助这个 川普打赢的这个班农 讲了一句话的 班农说 纵使川普输了 2024年还会再回来 还要再选 反正选过瘾了 反正我还要再选 然后也有很多媒体说 纵使川普输了 川普的文化 还会依旧存在 这个 这个显然这个 大家媒体已经在推测 因为我想曾经也看到 很多媒体 都在推测 大概川普会输 然后过去这个weekend 这个前两天 这个礼拜礼拜天 我从来没有看过 美国媒体 那么样的团结一致 包括CNN 包括New York Times 团结一致的这样子 制造这种专论 在这边批判 批判川普 他是威吓 美国民主的最大罪人 他如果不能够 让他下台的话 美国国家会陷入 重大灾难 我从来没有看过 美国媒体 那么团结一致的 在同一个时间点 做这样的功夫 那川普本人讲过了 他当然开玩笑 川普讲话非常帅 他是一个帅子 他说我可能选完 选输了 我可能要移民他国 我可能要离开 离开这个国家 黄金 从华谱来我们现场观察一下 帮我们先解盘一下 过去这个礼拜 有什么新的变化 这个礼拜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怎么说呢 现在应该算是胶着了 现在打的呀 真是胶着了 现在这个民调啊 民调呢 现在调查的情况啊 这个拜登呢 还是有优势 优势呢 还不小 现在好像在 基本上在6%到8% 之间的这个优势 有的民调呢 结果呢 更高一些 但是呢 这个川普总统呢 这个民调呢 现在在回升 实际上在回升 就原来最高的时候 我记得16%左右 这个拜登的压着川普 但是现在呢 川普的民调 现在开始在回升了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呢 说能回升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保证最后 这个竞选连任就成功 现在谁也不敢说 而且呢 现在呢 好像很大的一个声浪呢 就是在质询这个民调 民调 认为呢 这个民调不准 尤其是川普总统啊 说我都不看民调 没法看 他要一看民调 把他给气死了 对吧 他确实没法看民调 所以这个 这个民调呢 是不是不准 现在呢 很多的这个民调呢 也自己说了 这个过去呢 我们可能在 哪个哪个地方呢 这个哪个在取样的时候 哪个样呢 少取啊 我们现在呢 做了一些修正 其实啊 这个民调啊 一直是一个动态 对吧 因为这个你想 老百姓呢 这个这个选 不叫老百姓啊 选民呢 选民呢 他的这个想法呢 会变化 他根据的这个 候选人的这个政策提出 政策修改 各种各样的变化呢 他的这个选情也会变化 这一点呢 就是你怎么会就那么准确 就能把那个抽样 就抽得出来呢 所以呢 民调呢 可以所参考 我们只能说拿它 但是你说你要就以它为依据 甚至说呢 民调的结果 最后就能决定说 哎 我就能够 最后就用这当选 我觉得那个差得太远 所以 我说呢 我们 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 就说最后就认定是这样 说你看民调 现在川普 这个落后这么多 那最后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也不尽然 另外一个呢 刚才那个赵平兄 你提到的 这个一看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CNN 现在几个大的媒体 这个 这个都在 都在这个 公开的批评川普 而且像 这个纽约时报 是这个编辑委员会 这个编委会 然后呢 发了一个像 类似于社论的 似的那么一篇文章 然后呢 来抨击川普 我认真的败读了 认真败读了以后 哎呀 我当然我说 我是一个 我现在承认我有立场 我有立场 我是一个这个 保守主义者 所以呢 我至少我自己认为是 所以呢 我对他的一些 那个 这个纽约时报的那篇 社论 我很喜欢纽约时报 我很喜欢 我觉得他们在很多 这个 做的很多的这个报道啊 做的很多的这个 跟踪的这种新闻啊 都非常及时 而且准确 然后他一直 秉承着这个 这个新闻 新闻工作者 要以事实为一 的这种 这种基本的原则 但是我觉得啊 他们在过去的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头啊 他们对川普总统啊 其实呢 是有失功允的 我觉得呢 这个这些媒体啊 这些媒体呢 因为川普是一个反媒体 你看川普现在真正支持川普的 几乎没有几个 你看就Fox News 或者是什么 那个New York New York 不是New York Times 是New York Post 像这种 对 这些呢 他都是 当然他们的老板都是一个 都是那个莫丢克 所以呢 他们呢 那是一路的 都是川普朋友办的这个媒体 所以呢 他们还可以 这个川普不反 他们这样的媒体 但是其他的媒体 你看啊 他一会呢 川普一会儿说这个 这个你们是Fake News 这个假新闻 要么呢 就说回去问你们编辑 你们那个 但是你们写出来的数字 你想他呢 每次啊 这个川普呢 每次呢 都跟这个媒体杠 他都跟他杠起来 一般的总统啊 都不愿意去跟媒体干 因为跟媒体干没好处 媒体呢 光光就给你 把他的东西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 他就会给你 因为嘴嘛 你可以望左嘴 望嘴说 也可以望右嘴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老骂他 老顶着他 那他可不是就给你 问坏了说吗 你要说 咱也不一定不要巴结他 但是最起码 你要是尊重他一点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结果 但是川普呢 比较率直 所以呢 他呢 而这口无遮拦 所以说了很多的话呢 他得罪了很多的媒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媒体 这回的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的 这个编委会的这篇文章 我仔细看 我确实真的不敢 不敢沟通 真的不敢沟通 你比如他提到了 我这有 他是提到的说 说这个 这个如果要是川普 川普呢 是美国民主的最大的这个敌人 最大的威胁 我觉得现在就这种 这种想法啊 现在呢 而且现在是充斥了这个 这个华人的这个 这个民众的这个 这个圈子里 我都认为 很多人认为 川普真是这个 美国民主的这个 这个最大的威胁 而且呢 通过这件事情看 你看美国这个民主 叫什么玩意儿啊 还是我们中国的好 现在呢 是这么一个状况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包括这个 我们有一些这个 在经常在媒体上 评论的一些人呢 也这个观点 然后呢 甚至有一次 那个法国广播电台 然后呢 他跟我就是 采访我们的时候 也提到这类似的问题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实际上呢 民主啊 民主不是写在这个文字上 写在宪法 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宪法一样 也把这个人权写在上面 那个东西是没用的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博弈 是不同的利益阶层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思想 的碰撞 给你创造了一个平台 大家呢 在这博弈 同时民主呢 还保护那些弱势的 弱势 比如少数族裔 它能够发生 这个呢 是民主的作用 所以像川普 川普是个大嘴巴 川普也曾 也是希望像 能够像专制独裁者一样 像金正恩一样 像习近平一样 像国王一样 对吧 所以你看他那时候去一趟法国 对吧 我老说这件事 去一趟法国 他一看 又这个凯旋门前的阅兵 对吧 觉得热血沸腾 回了以后就说 也太想搞阅兵 就想在 刚刚过去的国庆 就想搞阅兵 结果 不是今年啊 去年 不想搞阅兵 结果 华盛顿 华盛顿市 都不是一个什么直辖市 就是华盛顿市 市政府 市长 就直接给他否论 对吧 没钱 直接搞他没钱 花多少钱 14个million 1400万美金 算钱吗 我说他自己 他都拿得出来这个钱 对吧 拿出来就办了 可是人家 华盛顿这边就说了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一阅兵 你还得上这个坦克车 你跑到这边 把我们这路压坏 怎么办 对吧 另外呢 我还得派这个警察 加班呢 加班那路口啊 戒严呢 什么 然后得治安呢 那那些东西 花钱 都得花多少钱 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我们没这钱 我们不能给 最后 不了了之了 对吧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这个博弈的过程 这叫民主 美国有民主制度 但是总有人来挑战民主制度 你说他来挑战民主制度 或者挑战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就是 这个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呢 我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不是一个这种 这种挑战者 他不是啊 他最后他知道 你看他从善如流 他从善如流 他知道 说这事我做不了 你说他是从善如流也好 他是知难而退也好 但是他最后没错 没做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知道 美国是个民主社会 他做不成 对吧 这件事要是放在 一个独裁国家 你搁在金正恩那 金正恩就直接把你 拉去喂狗了 跟他公父都可以喂狗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说媒体 这么去说这个 说川普 是表明了他们自己 对川普的仇恨的意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真的不敢沟通 我觉得我看了以后 包括他好多的提法 他说这个 比如像他得罪友邦 这件事情 得罪友邦 然后拥抱独裁者 他拥抱谁了 独裁者 拥抱这个叫什么 这个金正恩 叫做金正恩跟普京 跟普京 对吧 你说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有点太牵强附会了 这个 他那是为了 要把这事给干了 对吧 要把这个事跟人家谈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 朝鲜这个核武的事情解决 那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他是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 包括了orientation 就是最终的这个目标 决定他的这个手段 所以像这种 当然他说 什么这个提到说这个 犯了多少多少的错啊 什么类似的 这个 哪个总统不犯错呀 对吧 哪个总统不犯错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事上 对对川普总统啊 确实是有失公允 我也觉得川普总统 从做人来说 我老是说 我说让我学川普总统 我绝对不会做 让我让我的孩子 学他这种做人 绝对不能学 对吧 但是呢 他在干事这个问题上 他还是努力在做事情 至少他努力做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他公正 对他公正 但是最后公正呢 留在历史去评价 留在历史去评价他 所以我 我觉得 但是现在啊 这个选情最后变成什么 最后能够 能够 能够不能够竞选连任 说我觉得呢 还得等这个十几号 这个是 11月3号 这个当天晚上 或者第二天 但是说到川普说 这个他就始终不表态 说如果我要是失败了以后 这个我就承认这个结果 对 那也是有 也是有原因的 这个事儿 万一因为现在已经发现了 好几个州都出现了邮寄选票 最后呢 被就是丢到垃圾桶里头啊 或者有人带田了 像类似的这种事情 已经出现了 那你说 这个出现了以后 因为这些事情 造成落选 那肯定是要走诉讼的 但是是不是说 这个他就坚决的抗 对抗这个 对抗这个选举结果 连最后 法院判决了以后 他也不会执行 或者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执行啊 他也就没有 没有跟随者 他即使那个时候 想上天闹事 也没有信 他不像共产党 共产党那时候说 我们拿起枪来跟他干 现在这个军队 都不能听他的 他是最高指挥官 那是打仗的事 现在你看 这个参谈长联系会议主席 和国防部部长 都非常明确的说 军队表中立 美国宪法规定的 所以呢 不会参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呢 他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 而且在历史上 最后通过诉讼 通过最高法院 最后来裁定的 也不是他一个呀 这个阿尔格尔和那个 小布什的时候 就是这么摆下来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没有没有什么 我我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真的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有幸看到 现在的这个 这个形式啊 这个这么一个混乱的形式啊 实际上呢 是是有他非常深的 这个历史背景 和现实的这个问题 美国应该说这些年 他的政治系统啊 确实走到了一个 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 混乱可不一定是坏啊 我就必须得先讲 这个混乱不一定是坏 他就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了 他就进入了一个混乱 一个状态 就跟一个人生病 你吃午午杂粮 怎么能不生病呢 对吧 一定会生病 但是生病了以后啊 他还有一个治愈的过程 一个看待的治愈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 在三年半四年前 美国的老百姓 用选票 选择了他们治愈的路 那就是选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政治素人 一个强人 强悍的人 来通过他大刀阔斧的办法 来 来匡正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过去的政治乱象 当然了最后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诗篇过程 把他个人的东西 比如像种族主义的情绪啊 反移民的情绪啊 也都带到这个 带到这个美国的政治当中 然后呢 包括他的鲁莽啊 没有传统建制派的那种 温文尔雅呀 都带到了这个白宫 所以呢 这一点呢 确实是一个 一个 就是我们说负面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从我的个人的观察 我觉得美国的 很多的问题上 他还是非常 就是川普总统呢 还是非常有力的 在推行原来制定下来的 这个计划 比如说 说到呢 可能失去了很多的盟友 在外交上 比如像欧盟啊 像原来的那个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啊 到底失去了吗 他们现在是 很强烈的反弹 在骂川普 包括这个 德国总理摩克 这个指名道姓的 指着鼻子跟川普吵 但过去呢 美国总统在欧洲呢 很少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实际上 我觉得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川普总统 这些国家 这个NATO 这些国家 有多少个国家 按照原来协议的时候 把2%的GDP 用在NATO的 这个国防防御 对吧 全都是美国 美国老百姓 美国纳税人 出钱在防御着 欧洲的这个安全 你这样做的话 本身对美国纳税人 是一种不公平 同时 是一个不可持续的 这种状态 你不可能 老是让别的国家 最后这个纳税人 拿出钱来保护你的国家 你自己只享受福利 没有任何的这个贡献 这种事情 可能长久 已经从这个 这个 这个 NATO 从这个50年代 60年代的时候 就建立起来 50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多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一直延续这种状态 可以不可以 对吧 那么多届总统 从来没有质询过 因为他们想 维护表面的这个团结 只有川普总统站出来 说你不给我 不给我交这2%的GDP 这个防务费用 我就撤兵了 只有他这么做 那是啊 你想你 你逼着人家交钱 谁还说我跟你好好好 这哥俩那么好 这肯定不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包括中美贸易战的打法 大家现在一说 哎你看现在中美的贸易逆差 现在比你上任前还多呢 这些没有少还多呢 对吧 你怎么解释啊 其实不用解释 我们这些人都是说中文的 我们知道中国 中国共产党 为这件事情多伤脑筋 人民日报专门拿出 几个版面 三万多字的文章 来批这个 蓬佩奥国务卿的观点 就是说把中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 分开的这种观点 为什么呀 过去为什么不这么做呀 对吧 因为打疼了 因为打疼了 打疼了他们 打到他们的七寸上了 所以他们真的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 实际上是他们的克星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不是什么坏事啊 川普总统做的应该很好啊 所以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我挺支持他的呀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 我觉得呢 这个媒体又是公允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做法 他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坚持下去 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 你说是不是啊 这个 我就是刚刚说到 民调 上面是不是说 蓝州就不可能翻红 像刚才那个网友 你提到那网友 说最后50个州 全翻红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且强烈的愿望 不太可能 但是说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么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就说呢 你的这个选票啊 有没有作用 这点很重要 一定要明确 你的选票有作用 我就想几年前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们马里兰州的这个 我们马里兰州是这个 传统的兰州 传统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统治的州 这个议员啊 这个都是 都是都是这个民主党 结果我们这个州呢 当时竞选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共和党的一个 一个就是小业主 小的生意人 叫这个Larry Hawken 他呢就出来 就是挑战民主党这个候选人 然后竞选州长 结果他后来我就去投票嘛 我那天投票的时候呢 我就投了他 后来我一回家 我太太就说 你这票等于废票 对吧 废票 为什么呢 说这是兰州 咱们这就是民主党的州 所以根本就没有可能 这个赢 我当时就说 我说我是表明 我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确实支持他的 他的这种施政的方向 所以呢 我要投票支持他 结果没成想一开票 这Larry Hawken当选了 当时呢是很微弱的优势当选了 非常震动啊 非常震动 结果他干了一届下来了以后 第二届竞选连任 80%多 包括大量的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他 支持他的共和党 他叫Moderate Conservative 这个政策 就是这种 就是可协调性 调整了以后的这个 比较温和 对 温和的这个保守态 对吧 结果呢 你看马里兰州的最后 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人呢 也投了这个 大量的民主党人 也投了 Larry Hawken 他现在竞选连任了 已经连任了 对吧 表现得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呢 你看 兰州呢 也不是不可能翻成蓝州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施政 看施政 现在的这个焦灼状态呢 你包括这个 各种这样的这个门啊 什么什么 无线门啊 各方面的出来以后 说你说就完全不可能 说是 让这个周拜登 最后回去反省吧 我觉得 其实不是不可能 应该是很可能 很可能 所以我想 你觉得这个 这个拜登 这个纽约邮报 这个案子 你觉得会 有所影响的 应该是 跟2016年 那西亚瑞 那个电邮门 比起来的 这里头呢 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 就是得观察在哪呢 因为呢 这个 这件事情啊 到目前为止 还都是在媒体 在做 在媒体 而且呢 现在呢 是各大媒体 现在呢 就是大的媒体 所谓主流媒体 这些媒体 像刚刚提到的 CNN啊 这个 纽约时报啊 他们都彻底封杀 这个 这条消息 但是呢 说现在是媒体 但一旦 自法介入了 这件事 可能就变了 但是呢 我们必须得承认 在过去啊 因为他这个是什么 是外国 外国政府 参与的 行贿 在美国过去啊 在美国政治的 过去的这个 过去的政治历史上啊 类似的事情呢 也有过 但是并不多 而且呢 每次啊 都没有走到 司法程序上 所以我受到了 外国这个 这个行贿了 行贿以后 最后就下台 就了事了 下台就了事了 然后或者竞选失败 就这事就没有 再往前追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不是直接的 影响到这个 纳税人的这个 直接的利益 他都是间接的 因为像这么大的案子啊 如果要做的话 一定是要有 大陪审团 12个人 来这个判定有罪 而无罪 这个司法程序啊 是非常复杂 非常漫长 要花很多的钱和时间 所以 一般情况下 过了这个选举期 或者是过了这个 这个当事人下台了 或者辞职了 这件事情做完了 所以这都是在过去 发生的这个案子 都是这么结的 但是呢 这个希拉里的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 这个原来的这个 FBI的这个director 他突然把原来 已经说没事的 这个这个 这个邮件这件事情 又拿回来了 他认为呢 这有可能要立案 他这么一句话 那就明白了 他传递了一个信息 就说这里头是有 这个犯罪 这个这个结论的 最后是 criminal这个结论的 这可能性的 结果这一下呢 就使得很多的 选民呢 就感到犹豫了 那他既然是罪犯 那我为什么要选他 而且呢 FBI 在美国的这个 民众期末当中 从Hover 做LBI 第一任 这个 这个director以后 他一直是 非常高的 非常的高的 大家的 他非常有公信力 所以从这个 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的这个做法呢 这个 是确实有这个 误导的这个 误导是这个 选民的这么一个 很大的一个嫌疑 所以这个才是 后来Muller 这个调查 一直围绕着 这个 这个Jamy的这个 是不是有误导 选民的目的 从这个目的 很多调查 但是这件事 看 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 一直要求 威廉·伯 现在的这个 这个司法部长 司法部长 对 要求他呢 对 这个Hunter Biden 进行这个 就是诉讼 走这个诉讼程序 然后开始 应该积极办理 对 但一旦 现在你看 这个威廉·伯 一直不动 一直不动 威廉·伯 肯定有政治考量 因为怕 这件事情 如果他们掌握的 信息 情报 如果呢 不足以治 Hunter Biden 罪 那这件事情呢 会直接 他要负责 叫影响 选情 这么大 一个件事情 这个在他的历史 人生历史当中 是一个大 大错案 他可能呢 不会有罪 但是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大的问号 在他人生历史上 所以呢 这个威廉·伯 到现在为止 是一直呢 就是拒绝 一直拒绝 然后他躲着川普 所以从现在 这个角度看 这个 我的感觉呢 就是 现在不立案的可能性 不展开调查的可能性 很大 但一旦啊 这个呢 前提是 他们现在掌握的 信息不足够 或者让威廉·伯 下决心 但是一旦 威廉·伯下了决心 那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 选情会大变 选情会大变 包括呢 现在这个 川普总统的 这个私人律师 这个前纽约市市长 朱利·埃尼 他提出来 他说他现在 他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那个计算机 那个硬盘当中 这个恢复起来的 更多的东西 包括呢 非常 这个亨特·拜登呢 非常多的 这个个人的一些 丑陋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都是被 都是被呢 包括他在 这个中国呢 这个嫖妓 他呢 这个嫖妓未成年 这个女性 像这些事情 这些图片 都是被这个 中国的 国家安全系统的人 专门给他设局 拍摄的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啊 是可能会对 这个 如果 这个 周拜登当选 为美国总统以后 会成为 这个中国共产党 腰侠周拜登的 一个重要的 这个武器 如果这些 是成立的话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对美国的 国家利益 当这个总统 进行判断的时候 能够保证 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一个非常大的 问题 所以呢 如果是这种考量 这种东西 出来了以后 那 威廉·拜 如果这个确实 坐实的话 威廉·拜 如果还不做这个 还不做这个 这个司法诉讼的话 那才是对美国 未来的政治走向 是一个巨大 他才会被盯在 历史的耻辱度上 为了个人的这个 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这时候 他手术两端 所以这也是 影响选情 那个下一个很大的 另外赵平兄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 说这个 已经定案了 说这个 22号 这个礼拜四 这个 这个debating要 上演 而且我今天 今天上午看到呢 他是在这个 对在那个田纳西嘛 在田纳西 然后几个议题 包括这个抗击 抗击这回的疫情 讯号 是我的信号不好是吧 讯号有点不太清楚 对对对 讯号不好 喝一口水没关系 我们美国的疫 我们美国的疫情啊 虽然现在在第二波起来 但是我们 恒心身体很健康 因为刚才网友在留言板说 你是不是中招了 我说不会啦 哈哈哈哈 我们特别澄清一下 让这个恒心 包一口水 对对对对 刚才那一讲 你那个讲话 有点后来听不出来 不过有几个问题啊 嗯 第一你刚才讲到FBI FBI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 是很有公信力 不过这个案子 那么样的明显啊 事实上在文官体系里面 有共和又有民主 这是一定的道理 当然现在执政是共和党 但是在文官体系里面 FBI里面有民主跟共和党 所以事实上 FBI的这个局长 甚至这个司法部长 威伦巴尔 他为什么处理这个事情 那么谨慎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刀两 一刀两两面啊 你这个事情不处理好 对川普的选情 完全是个重大打击 我想他也承担不起这个事实 不过这个事情 就是让别人怀疑的事情 为什么是朱利安尼 拿到这个案 为什么是找朱利安尼 我不晓得这个动机是怎么样 为什么找他 如果说你找别人去曝露这个消息 搞不好 公信力会更强一点 是不是这样 这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朱利安尼 这跟朱利安尼这个人呢 这个他的历史有关 朱利安尼呢 他是一个一个著名的律师 在同政之前他著名的律师 后来呢 他就是非常强硬 做事情啊都非常强硬 所以他个人跟川普总统呢 有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 他们之间呢 还分享很多的朋友啊 各种各样的 所以他非常相信朱利安尼 但是朱利安尼真正成名 是因为911攻击 没错 当时在911攻击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做市长 做第二任了 他刚做市长的时候 他呢那时候应该是在 他是非常反对政治正确 所以在纽约的治安啊 因为有朱利安尼 最后纽约市的治安呢 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这是他手工一键 后来在911这个处理的时候呢 他表现出来非常强的 这个非常高的这个领导力 领导水平 所以呢在全国啊 在全国他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 在911那个处理的时候 后来呢他曾经一度想 借这个声势竞选总统 因为很快 这个第一场辩论下来 他就被打 就出局了 对就出局了 但是呢朱利安尼这个人呢 应该聪明的是肯定很聪明 但是呢他呢非常自负 所以呢他其实呢 我老说他给川普做私人秘语 实际上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他好几件事情啊 都是他大嘴巴瞎说 结果呢后来呢都是川普总统 来给他擦屁股 结果那个时候都是 你比如像跟那个通俄门那段时间 嗯 然后包括那个去 那个格鲁吉亚吧 还是 就是应该是格鲁吉亚吧 当时那个就是就是因为军售的那个事情 OK 当时呢这个周拜登是乔治亚是吧 是那个周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在那个乔治亚呢 当时呢是有每个月拿五万块钱的这个 这个薪水 但是什么也不过 对 然后这个川普总统就要求 这个格鲁吉亚政府呢 最后呢来提供这个提供这个具体的信息 并且呢对这件事情进行起诉 后来呢 这个格鲁吉亚政府呢 就是不做这件事情 当时呢就是他们反对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后来呢川普总统就威胁说 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件事情 我就把现在的这个军售案 我就onhold的 我现在就不给你拨这个军费 因为是每年呢有几百万的这个军费呢 是由这个美国政府来给的 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后来被传出去了 当时去 在格鲁吉亚去谈判的这个人是谁 就是朱利亚 后来呢 朱利亚你呢还在那讲一些低调 他为了就是拨大家眼球 这个人喝了点酒或者抽血价 那时候最爱去跟别人吹牛 所以呢做了好多类似的事情 所以很 其实他给川普应该是添了不少乱 添了不少乱 但是呢这事没办法 这是总统的选择嘛 他自己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而且之间我想之间会有一些利益 这个人之诚情 这个我觉得对 所以没办法 最后这两个礼拜哈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川普跟媒体的关系 当然一般的政治人物啊 不要讲一般政治人物啊 包括你是商业界的或是怎么样啊 大家来讲总是看到媒体 总是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媒体关系啊 不然每个每个单位里面 因为不可能有PR或是所谓的 communication director 就这样这种职务啊 白宫也有啊 不过白宫这个川普 四年不到任内 换了五个communication director 换了四个press secretary 这个都是创造有史以来 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先例 当然川普这个 为什么跟媒体关系不好 其实我也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因为我自己在媒体那么久 我真的有时候也不懂 为什么川普逢媒体就attack 就要攻击 或是就是不屑媒体 其实媒体 他只要你最基本的尊重 然后保持良性的互动 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东西而已 他不是要你的这个 kiss you as 他不是要给你很好 或是要你要拿什么好处 或什么 他不是 他是要你保持良好的互动 然后得到你基本的尊重 但是我是觉得川普这方面一直做不好 提到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这个有两面 当然他的治安 他在这个912事情表现 这是无人可以否认 但是他私底下的行为举止 我认为你说他跟为什么跟川普 他们两个其实 某些特质是蛮像的 包括在处理私生活 婚姻各方面 他们一会儿去聊唱 对不对 个性的方面都很适合 为什么他们能够能够在一起 为什么他讲任何话 川普都相信他想做什么事情 川普都没有什么 没办法去拒练 这是这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你看 剩下选后剩下两个礼拜 现在这个民调是呈现这样子 那摇摆州刚才提到的 宾州 威士康尼西根 现在目前来讲 拜登的民调似乎领先 还有一段距离 佛罗里达蛮接近的 还有阿里套 还有北卡 还有甚至有人把乔治亚 也放进来这个七个州里面 你看未来两个礼拜 除了刚才提到 拜登的这个所谓的儿子 Hunter跟这个中国 跟乌克兰之间的事情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或者说比方讲 22号编论会 或者是说川普 会不会什么事情发生 民调是不是都失准 你觉得有哪些事情 有可能会左右这两个礼拜时间 尤其现在已经超过2700万的 通信投票 跟所谓的这个提前投票 而且很快就会突破3000万 我相信 这第一点 美国这次选举 我是觉得在社会两极化 还有政治对立之后 很可能这次的选情 会激出很多人的投票意愿了 美国人投票意愿都很低的 像那种地方 我们地方这种小型 我相信恒星那里也是一样 那种小型的选举 有时候投票率不到一成 一成五 根本不是民意 根本不代表 不足以代表 但是他是市长 他是市议员 他是州议员 这次选举 将近2亿4500万 2亿5000万的选票里面 可能会超过1亿5000万 上一次只有1亿3000多万 这次可能会超过1亿5000多万 那现在的选举 这个提前投票 跟邮寄投票那么多 那你刚才提到的邮寄投票的 那个可能产生的舞弊 或是让川普可能 不想认输的原因之后 所以变成说 这次的选举很重要 除非大赢 你如果两个在伯仲之间 那这个11月3号之后 到12月14号 选举人票 对选举人票这个事情 这开不出票了 到1月20号 我觉得能不能够 如期的就职 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对应该是这样 现在看这个 这个就像赵平兄说的 如果要说大比分的赢 那没问题 那就马上就认输了 如果要是胶着状态的话 那可能会拖得很长的时间 在验票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区 每一个州 每一个county 他都会不断的去验票 尤其是那个 那个就是胶着的区 那可能是两次三次的 重新演票 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可能会拖很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后续的看点 我就是刚才赵平兄 你已经谈了几个了 像Hunter的 Hunter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会变成焦点 就是看了这个发酵的程度 看现在呢 掌握的信息的程度 另外呢 朱利安尼呢 说他呢 有smoking gun 他还那个 还冒着烟呢 他还要再放出一些猛料来 那我就说 那个你要猛料 为什么不 现在再不放 已经还剩两周了 你再不放猛料 这猛料的作用就越来越小 这威廉巴尔的 越来越不 就越来越犹豫 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 这个真正的这个选情 所以我觉得 他到底有多少 多猛的料 现在咱们也不知道 我估计呢 我估计也没有太多了 现在这料都够猛的了 但是呢 这个没有太多的 就是撼动的 没有像产生那么大的一个震撼 这个呢 也是问题 但是呢 这里头可能会有意义 就是 其实赵平兄 你也谈到 这个呢 是我其实在 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的投票率 今年的投票率 叫过去啊 过去呢 这个美国呢 地方选举当然确实像 你说的很低 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 这个选镇长啊 或者是什么 好多人都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呢 去就是等于是 等于我们叫 job offer 你就是想那里工作 你去拿那个 去拿那个 找工作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那就不去了 但是呢 这个总统选举 还是相对比较高 就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一般的百分之四十多一点 但是今年呢 可能会一个 特别高的一个状态 因为对立 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现在 美国实际上 现在是个病人 他在恢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高招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想法 那现在呢 这个想法已经都集中到 两个不同的候选人 或者两个打的问题上了 那现在呢 不同的施政方向 施政纲领呢 现在已经是 针锋相对 剑拔木章的状态 那现在就是谁 都希望呢 说我也要把 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那我怎么表明 我要去投票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催票 催票呢 如果按人头数 民主党的 民主党的这个选民人数 是多于共和党的 而且多的数还不低呢 但是呢 这个能不能出来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大多数的过去的 大多数的这个 多数的这个共和党人 也是懒得出来投票的 所以今年会不会 一定要都要站出来 去投票 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大的改变 就是能不能催票 这一点在台湾哈 我记得那个看选举 台湾呢 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 大家都是一条 一定要投票啊 一定要拉着你的这个 拉着你的亲戚朋友 都一块站出来投票 但是他可没说 你一定要投我 但是这个 这个有时候也会说 你如果要是投我的 对那边 你就不要出来了 所以 所以这种话呢 就是也有人说 但是还是少数 一般都在讲 就是你一定要出来 表明你的这个态度 你要来投票 所以我想呢 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个 今年的很重要的 投票率会是一个大的 如果现在尤其是 川普的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呢 现在呢 在现在的这个 在过去的这个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 像支持现在川普的 很多的政绩 政见的 这些人呢 都属于政治不正确 很多人 所以呢 他们不愿意出来说话 可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用选票的时候 都是封闭的一个状态 去投票 那那时候 他会站出来去投票 所以川普呢 也是在 在希望呢 这些人 他的支持者 能够出来投票 那这些 这些人呢 一般呢 在民调的时候 都是不说话的 所以呢 现在呢 说是投票了 那是不是会 都站出来 投了川普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要看 11月3号了 所以我倒觉得 今年呢 可能最大的看见是 这个投票率其高 但是这也为 这个当选者 在后续的工作当中 如何做 这个 这个美国的 这个分裂的 这个社会的融合 这个事上呢 会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主题 但是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如果做多的话 是不是又回到 过去的政治正确 这个度上 还是要仔细的掌握 因为呢 不是说没有原则 只要团结 那还是需要原则的 一旦又是走回到 原来的那个 只为了团结 不讲原则 那这个美国的 这个前一段时间 这个这么 这么多年的 这个病啊 还是没治好 所以呢 我老说 这个川普总统呢 来到 这个华盛顿呢 实际上是给 华盛顿呢 下了一剂猛药 但是这个猛药呢 现在呢 这个作用呢 已经有了 但是能不能持续下去 不知道 如果要再给他四年呢 可能这个 他的这个药呢 可能还真就能 治出了 治好不少的病 但是呢 如果要是没有 就是给他断了呢 那他的川普呢 现在的这个政策呢 已经在这儿 就是明显的 留下了很多的印记 而这些印记呢 还会变成后续的 这个大家援引 援引的这个 曾经的这些政策 还会拿他呢 说事 所以我想呢 这个 这个也应该说 这个川普呢 至少现在应该说 这个是一个流星也好 他已经划破了 天了 这一点呢 应该肯定了 否则的话 没有人看到说 美国的这个 想去治这个病 是要下这么重的药 可能下一个川普 如果要是这回 没当选 下一个川普 这个可能会比 这个川普可能更狠 可能会更急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选民决定 你需要选出 什么样的总统 所以呢 到时候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 猛要出来 另外 赵平兄你说 有网民 这个网友提 说这个 这还不是网友提 这个是那个 班农说 说如果这回要落选了 他四年以后再选 再来选一次 对那肯定不可能 他那时候就跟拜登 拜登要当选一样了 这个78岁了 到那时候 这个他要再加一届 那更不好说了 所以我觉得 那班农 那班农为什么 讲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 班农有点想黑他 因为什么 他的前提是说 他没当选 没当选 他要再来一届 可是你看 麦克·佩洛斯说 没问题 你看他病 没问题 我们就赢了 不会有那一天 对吧 他不会有那一天 可是班农不说 班农说 他要输了 再来一把 这言外之意 他是律师的 他认为这一把 他肯定要输 所以他要把这个消息 这个透露出去 那因为现在呢 你为什么 大家都要看民调 他明明很多人 都天天都说 民调是不准确的 但为什么还看民调呢 因为民调确实能左右 左右选民的选票的方向 对吧 所以现在呢 这个你有没有意志 有没有必胜的决心 那班农想透露出来 就是说 现在有可能不一定能赢啊 那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班农 有可能是在黑川普 班农一直希望能够再回 这个川普的这个阵营里头 团队里面 再跟川普建立 良好的私人关系 但应该是不可能吧 这个 川普现在跟他 刻意跟他保持距离 哦 现在绝对的 现在班农呢 应该已经在 他应该说 在美国的政界 这个应该都出局了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回 这个 还有这么几个媒体 现在还在接着 在采访他 在听他讲 现在其实呢 主要的媒体 现在基本上 班农出来说话 已经没有人听了 没有人去愿意看 因为就是他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已经在 就在这个 极右派的这个 这个圈子里头 他应该都没有影响力 现在 最后一个小问题 你说 到CDC的官员讲 说到了年底 那个美国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可能有40万人死亡 所以照这样推估 大概11月3号的选举投票 大概突破30万 应该是有可能性 现在目前是22万人 美国810万人确诊 那有可能很快就突破千万 你觉得选情 疫情对这一次选情的影响多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川普 川普现在 他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他能够怎么样去扭转 现在的这个局势 还有就是说 老人票 美国现在一个月 新增65岁以上1万人 老人票 当然他现在跟比较日本 比较很多国家来讲 比较台湾来讲 他根本不算老人国家 他还算是一个年轻活力的国家 但是事实上 没有错 这个Baby Bloomer 这个战货硬货潮的人 大部分都慢慢已经退到六七十岁以后 这些人的选票的动向 会越来越重要 因为他人他的人他基数越来越多 他基数越来越多 占比例 Portion来讲越多 因为像美国 美国年轻人也不太生小孩 有些也不太生小孩 也不太结婚 那我不要讲 我讲了讲那个议题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有人有些人会批评 你觉得这几个因素 影响这次选情多大 一个呢 说是疫情 疫情对选 对选情的影响太大了 如果要没有疫情 没有这回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话 川普是应该是就是百分之百都当选了 没有竞争 对 没有竞争对手 真是竞争 没有竞争对手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经济和这个就业率 失业率的水平是历史上 他自己讲了六十多年 六十多年来最低的 这也是事实 然后呢 经济好的一塌糊涂 持续的持续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大家都看到 而且虽然你就说 他是从前几任总统 接下来的这个衣钵 有没有这个因素 当然有 当然有 经济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起来的 这谁都明白 但是在他身上 确实还是有很多可圈可减的东西的 这点我们大家必须得承认 如果没有疫情 应该他真就躺着去 可是有了疫情以后 川普总统呢 就是很被动 很被动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的几个做法都做的很漂亮 你比如宣布这个 马上从中国来的飞机全部禁飞 结果他漏掉了一个 从这个欧洲来的也要禁飞 结果进来了好多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不能忘记啊 在那个时候 他刚开始宣布这个禁飞的时候 他禁飞令一下的时候 有多少多强烈的反弹啊 那个时候民主党的 所有的民主党的领袖 全站出来批评创作 这个是妨碍自由啊 对吧 那个时候多少强 多强烈的反弹啊 另外呢 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州政府 主要是民主党 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 全出来批评 然后呢 那个时候要求大家 这个隔离啊 要求大家这个 这个加强防疫啊 民主党的那个时候的 那些政府都是批评太多 而且在统一 统一操作 现在CDC和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Antoni Fossey 都在讲啊 说现在这个美国缺乏统一的 联邦政府的统一指挥的 这个系统 强有力的指挥 这个是现在呢 没有解决好 这个没有解决好 现在的这个疫情防控的 一个重要的事物 这个话有错没错 没错 可是大家别忘了呀 在当初川普总统 那个时候非常强烈的要求 说要由他组织团队 在这个全国进行 以这种隔离 围堵这种方式 来进行防疫的时候 有多少个州 站出来反对啊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 执政的州 都是反对的 为什么 他们那时候拿出的 这个这个法律依据 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是分权的 而且在公共卫生 公共防疫这一块 这一块的权利 都是归州政府在管 联邦政府只有提供预算 和指导性意见的这种权利 所以那个时候弄的 这个差点产生宪政危机啊 所以最后呢 川普实际上呢 是根本没有办法 这是美国的这种 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 那如果这时候 要把所有这些问题 这些 这些这个 最后这个结果 都要由执政的这个 这个总统 来承担的话 我觉得对川普总统 是非常有失功允的 所以呢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现在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考虑 没办法 现在川普总统吃这个 吃挂烙 但是呢 那个 你在谈到呢 说这个老年人呢 会越来越多 这个 这个原来的 这个婴儿潮的时候的 那一代人 就是像现在这个 川普和 像什么 这个 比如克林顿 他们都是这一代人呢 所以这一代人呢 现在呢 是大家都进入了 老明的一个状态了 退休的状态了 所以呢 他们呢 包括他们的福利啊 各方院都会影响 但是呢 现在应该说 这个这一代人 多数啊 是他们更多的 接受的是 这个consulted 就是相对保守的 这种 这种 这种思想里面 而现在呢 实际上社会呢 整个社会 像越来越旺 这个liberal这个方向 比如年轻人 像现在过去 我们曾经 这个很多人 曾经反对的 像这个LGBT 像现在呢 都变成了合法的 包括这个像大麻 现在都变成了合法的 现在很多的 大家对自由的 这种强调 在年轻的 这一代人当中 可能 是越来越 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所以呢 从conservative 这个角度来说呢 原则上的 这个压力呢 也越来越大 所以这回呢 才在这个 这个最高法院的 这个 这个大法官的 这个提名的问题上 这个Amy Amy这个提名上呢 因为她是 很conservative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 共和党呢 希望在他们的 能够左右 参议院的 这个时候呢 赶紧把它推过去 这样的话 就使得大 这个最高法院的 能够有一个 6比3的一个比例 压倒性的 占领这个优势 在以后的 这种大法官的 这个 决定的这些案子上呢 能够更好的 维护住美国的传统 但是呢 从这一点啊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我不知道 这点一直也考虑不清楚 是不是走到了一个 一个瓶颈了 美国的一个悲哀 因为呢 你走到现在了 这个世界呢 现在都变成了一个 越来越自由化 就是liberal 没有基本底线的状态 这点其实你要想起来 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你说如果孩子们 大家都去吸毒 都去吸 别说吸毒啊 都去吸那个大麻 那你说这个 这些孩子们 你不觉得是一个 做爸妈妈的 会很难受 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吗 因为它变成合法化了 所以我每次 我走到那个 就是我们说上班 经常会走到 那个Dubank Circle Dubank Circle 那个地方是一个 就是大麻的一个 聚集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吸大麻 我老闻到一个怪怪的味 我不知道那个是 大麻的味啊 前一段跟朋友 一块去camping 那次闻到这个味 我那个朋友 他说 哎 说这是大麻味 哦 我说是吧 我过去老到 Dubank Circle 都闻到这个 不知道那个是大麻 但是其实想起来挺 挺可怕的 好多人在那 给你送你那个烟啊 送你那个大麻 那Port 直接送给你 让你去抽 说这个 为什么你去抽 这表明 你在追求自由 后来我回来 我跟我女儿 我就 那可不是说 叫送给你 这个你就是追求自由 他能不能给你 一辈子都送给你啊 对吧 他能不能一辈子 都送给你 不会的 下一步就要 你要自己去买 然后你抽这还不过瘾 下一步就要去抽海洛因 对吧 你这哪成啊 所以我就觉得 你说这是不是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自由 可是自由并不是说 完全不受约束 这个社会要有底线 要有最基本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这些 我觉得叫做 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持的这种 这种观点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社会 如果完全没有底线 就真的走到 无政府状态 就像现在 Origan他们那个 搞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那是好吗 如果那是好的话 你生活在那 你觉得你安全吗 到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们政府 在不作为啊 为什么警察不作为啊 你敢作为吗 你作为了天天的 要上街闹事 告你去 所以你想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确实 我挺多的担心呢 我挺多担心 如果要是这样下去 时间长了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变成一个 产生那种 这个独裁的 王权的那种独裁 那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原来追求 我们这几代人 追求的一个反面 这个社会可能 真的有的时候 让我都不认识 有时候让我都不认识 没办法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好在我们还有理想 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理想 有些原则了 好在我们有些原则了 有些事情该做 有些事情不做 不应该做 有些事情是对 也是错的 其实现在就是有时候 是非不分 是非不分 所以导致 导致社会人心呢 有很多产生不一样 我们这个美国大选呢 讨论不完 跟恒星人聊起来 每次都是double时间 控制不入时间 我也控制不入时间 我现在接下来三个题目 我不晓得怎么谈了 我给我简单的 好 马上先跳过来 反正我还有时间跟你谈 这个中共解放军军决定在东南沿海 来部署比较先进的东风17号 这个超音速的这个导弹飞弹 这个是去年在国庆70周年的时候 见证70周年之后 亮相那个 取代 现在准备取代 现在目前服役的这个东风11跟15 那在中美对抗之后 美军跟解放军在台海跟南海 这个较近的很严重的时候 解放军这个动作 这个东风17号 飞弹放在这个地方 当然已经有一些人来解读了 这个美国媒体当然是会 我不能讲他见风插战 他会讲说是不是北京在 准备为武统台湾准备 这个核心怎么看待 这个东风17号 这个飞弹的这个部件 我觉得不能把它孤立的 孤立的看 一定要跟最近的这个解放军的 一些动作 要结合在一起看 现在解放军的这个动作呢 你比如在这个东海 不是东海 在那个南海 实际上西沙群岛边上呢 就发射导弹 这个据说呢 陆机海机 尤其是海机 这个发射 当然 这个解放军没有承认 他们的那个核潜艇发射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呢 美军这边呢 已经都观测了 而且报告 所以这些动作 包括前两天 这个习近平所谓的南巡 去参加这个深圳的纪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 这个纪念大会 在这之前专门停到了 这个停了一站 就是到这个潮州 潮州呢 去看这个海军陆战队 所以这些动作呢 原则上都是表明 他准备呢 要武统台湾的一个 一个就是准备要发动这件事情吧 至少表明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要把这个和东风时期 准备列庄入议的话呢 这个事呢 要结合起来呢 你就会看到 实际上呢 他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其中呢 武统是他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选项 但是之所以到现在啊 如果按照过去的观察 这个中国现在的国力 和军事实力 像后续的下饺子一样的 下这个舰艇 生产出这个舰艇 航空母舰 这种方式 做下去的话 很可能 他不是很可能 他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打台湾 然后成为 这个东亚的第一强国 然后推出这个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然后呢 就开始要 要变成一个军事大国了 这个思路呢 就是他的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为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 他不敢呢 还没有最大动作呢 就是因为实力还有差距 他的实力 对台湾是绝对是压倒性的 但是对这个美国 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呢 现在呢 他的外交上的这个失力 尤其是这个疫情 引起的世界对中国的恐惧 这个无论从产业 到经济 到军事 到外交的整体的恐惧 现在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全球的一个围堵状态 你可以看着欧洲 把5G推出来 推掉了 然后呢 在东亚 亚洲地区 印太地区 印美 日 澳 这个联盟 基本建起来了 这些形式 都是对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个巨大压力 所以现在呢 我的更多的考量呢 我倒觉得这个习近平做这些动作呢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给美国看 也不是为了给台湾人民看 而是为了给中国大陆 给他自己同事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看还不好使 他有可能会打 但是这个打呢 应该说是局部性 局部性的 或者战斗啊 什么发生就开枪开炮 甚至用导弹 像当年朱镕基那时候用导弹 一样 但是呢 会不会炸死 平民老百姓 这一点呢 不好说 所以这回 奥布兰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处理 专门出来讲 说如果你要是敢对台湾动武 那美国是一定要出兵 美国一定要出兵 他表明了这个态度 他的话 奥布兰的话 一定不是他自己的话 奥布兰的这个位置 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办公桌边上的一个专门在制定 这个战争政策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都不是第二之一 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发言者 所以他的话一定就代表美国的这个最高层的意见 也代表美国的军方的意见 他不会随便说这个话呢 所以既然说了这个话 那我想呢 这个习近平呢 会仔细的考量 那而且他这个话说的很清楚 一定会重创解放军 同时有可能就是拿掉你的政权 你可能政权就失去了 所以这个代价 习近平有没有决心来承受 我想呢 即使他个人有决心 他个人亏贼 他的同事到那时候也可能就站出来了 别看现在不敢说话 到那个时候 即使想救党 他们也会站出来 最后呢 让习近平下台 所以我觉得 从这些考量来说 目前来说 台湾还不存在一个 这个极大的不安定的一个状态 而且很有可能 我们大家现在都在预测 如果川普总统竞选连任成功的话 很有可能 这个这个政策再往前推啊 很有可能这个七个倒礁 都有可能会被美军直接就炸掉 因为这七个倒礁线全部是军事用途 在南海的这个七个倒礁线 一旦做了这个动作 那对解放军的这个彻底围堵 就打开了 当那个时候剑马木章 他很可能会在这个解放军 还没有语意成熟的时候 打掉你的有胜力量 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如果川普总统连任成功的话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我们可能都会看 但一旦是那样 那可能台湾应该彻底安全了 但现在来说呢 这个不安全 这个剑一直在那 所以呢 这个加强防卫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用疑问 肯定只能加强防 因为他虽是有可能 为转移国内的矛盾 有可能会对 不是完全没可能 因为欧布莱恩算是白宫 川普总统现在的首席 国家安全顾问 因为他的讲话算 这次讲话算蛮明白 蛮明显的 不过他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未来的十到十五年 共军是有可能会武力攻台 但是我不晓得他这个时间点 十到十五年是怎么样去评估出来的 我们再次也提到过 恒星你也提到过 说有可能这个明后年 是习近平动武的一个可能时间点 那再来二二年开始 二二年开始他连任到二零二七年 二零二七又到二零三二年 所以我不晓得欧布莱恩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跟习近平的任期有所关系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然后这个东宫十七号 你刚才提到的 如果川普连任成功的话 有可能南海那七个岛礁 会变成是美中冲突的一个地方点 不过维持印太的这种 所谓的自由开放 我想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 跟亚太国家的战略意义 所以这个是势在必行 你觉得他那个欧布莱恩 十到十五年的这个算法 是怎么样算出来 你有什么看法 对我想一个呢 是肯定是跟 就是刚刚赵平兄你说的 跟他的连任的步伐 和他想在下一次再连任的时候 可能会要做事情 可能呢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算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现在呢 这个战力发展 他现在的这个航母术 航母的训练和航空母舰的 这个上面的这个士兵 这个这个这个航空兵啊 他们的这个水平 因为现在呢 跟美军的这个航母上 都没办法对峙 因为你的飞机能飞起来 就算就算没问题 那个美军的那个飞机 是掉了几千架 掉了几千架练出来的 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打起来 如果一旦打起来 那时候我想会会看到 就跟甲午海战呢 当中的那个什么 那我们看那 就为什么炮弹里的都是沙子 对吧 那就真是都是沙子 所以你那玩意儿 没法打仗呢 所以呢 他可能需要练兵 要练十几到二十年 才可能具有这种地区的 这种争霸的可能性 这个呢 他们肯定是 胡销大楼他们做出的 这方面的这个分析和研判 那我想如果真是这样 这是一个一个考量了 另外一个呢 是不是开个玩笑啊 是不是这个奥伯任 到那时候把这个战争这件事情 留给民主党去干净吧 也不是没可能啊 开玩笑了 但是我觉得这回 奥伯任的这个话 这不像美国人说的 就是平时美国人说话 一般不说这么狠 这么直 对 对吧 但是这回呢 可是说的是很直白 如果你要打 那我就端你 端你的 整个端你饭碗了 那这个话呢 说出来呢 我想确实是不是轻易说出来 那说出来了 就是做好准备 而且呢 美军已经在 两个月前吧 已经宣布说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已经ready 你想打 随时都可以打 那意思 那随时可以打 那那个时候呢 已经表明 摆明了 就实际上 这就是挑战了 已经在挑战了 那解放军就缩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呢 美军呢 一般情况 你可以看美军过去的 这个打仗的记录 这种对大国的这种做法 一般都不会真的发生 打的大规模的直接的冲突 一般呢 都是什么 跟小国 你能打阿富汗 或者是打这个伊拉克 每次打 还都是有盟军呢 都是有联合国军参与的 所以美国不会说呢 我就自己就开始打 打完了以后 我变成一个孤立的强国 不会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想呢 这个美日一澳 这个联盟 是一个重要的 另外南海自由行 是一个重要的 然后联系的 南中国海周边的 声索国 这个领土声索国 这个联盟 然后包括东南亚呀 这些国家的 这个联盟 最后呢 这些周边的这个联盟 形成 所有这一切呢 都是战略上的考量 战略上已经变成围堵 变成压迫 压迫到一定程度 你自然就解体 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的 一个基本的战略 就像围堵这个 前苏联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 之所以讲 我可能打你是因为不想动 不想动 因为一动 两个和大国之间动 那你想还是很危险的 不希望这一天发生 所以我觉得 这事呢就是博弈了 看看这个对方 这个习主席 有没有这个决心 想冒这个 共产党交出政权的风险 然后拼死一搏 另外呢 他周边的这些人 有没有这个决心 跟他一块拼死一搏 这几个条件呢 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说 在近几年打 近几年之内打 原则上呢 解放军是不会占到任何便宜的 原则上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 我非常不希望打 非常不希望打 因为战场在台湾 我确实 我非常喜欢台湾 而且我觉得台湾 所有的老百姓 太无辜了 太无辜了 我不希望 不希望 很近提到这个亚太情势 就跟我们这个下一个议题 有点关系 英国的这个Royal Institute 落于研究院最新调查 这个26个国家 对亚太的影响力 毕竟亚太整个区域 在未来 不管全球的经贸 跟政治 跟社会地位 是在不明 是在兴起当中 所以亚太的 在全球的分量 比像欧美来讲 这个重量性是增加的 那Royal这个研究提出来 虽然美国 还是持续dominant 主导整个亚太的影响力 但是它的这个影响力 在示威当中 已经慢慢地 被中国大陆赶上了 赶上进度 那它前五个 前五个对亚太影响力 最大的国家里面 三个是在亚洲 中日印 那两个是在 一个不算亚洲 当然 俄罗斯也有一部分 在西伯利亚 算远东 那美国 西太平影响的战略 所以是美国还是主导 然后再来是中国 再来是日本 再印度 再来俄罗斯 所以但是他提到 这个报道里面 就是说 中国跟美国 在亚太的影响力的 这个差距 是在缩减当中 很像我们 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川普上任之后 一直在国际社会退权 包括联合国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包括北约 包括各方面 包括亚太 TPP 都在退 他退群的结果 事实上是有后遗症 也有后座力的 那美国也在修补 这个关系 蓬佩奥在帮他修补 欧盟的关系 英国的关系 也在修补 像他最近搞了这个 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美日 美日 这个澳印 这四个国家 所谓小北约 亚洲小北约 就是在修补 这样的关系 但是他对TPP的 这个退出TPP的损害 是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怎么样 看待英国 这个Roy的这个 评估报告 美国在亚太影响力的示威 包括从奥巴马开始 后期要搞亚洲再平衡 到川普 现在 未来是不是 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美国的亚洲政策 有可能再做同性调整 我想呢 这个如果啊 这个川普总统连任成功了 这个好多东西啊 就烟消云散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一定 我们不是 我们要看客观上啊 客观上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包括在欧洲 都在示威 就是这个形势越来越危机 都在低 但是呢 这件事啊 我们要反过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 为什么 你是在短暂期内的 看到这么一个客观的现实 为什么 因为正像赵平雄你谈到的 他是一个一个在退群 他不 因为什么 因为在这儿 他原来的谈判 他认为呢 非常不成功 你比如典型的 这个伊朗核谈判 他说不行 你过去奥巴马谈的这个不行 我们吃了大亏 我们现在在那儿放了 一千多亿 最后呢 这个一千多亿美金的这个 这个投入 结果呢 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既然这样 我们不干了 我们不干了 我们重新推倒了 重来 结果欧洲就不干了 欧洲就不干了 欧洲说 尤其是这个摩克 他希望从 这个伊朗拿油啊 他希望能够 在各个地方 能够尽量减轻 这个美国的 对他的影响 他希望德国自己 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呢 他自然在博弈当中 他希望站出来 所以他带着欧洲几个国家 反对这个美国退出 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对吧 他一直想坚持 像这种退群了 对吧 像这个NATO 北大西洋公共产组织 这个川普也说 你如果不交钱 我就退群了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另外呢 像这个 这个联合国的 教科文组织 对吧 他说你这种做法 我退群了 另外呢 联合国人权组织 你不行 你这样做 我退群了 但是政治威胁 说如果 要是再这么 这么做下去的话 我可能从世界银行 我可能从联合国都退群 那你看这个表面 现象看着这样 但实际上这里头 有一个东西 他没有 没有假 我们没有假 那是什么呢 溃群不是目的 因为现在是 应该说是 人类历史上走到 现在走到了一个节点 走到这个节点以后 现在要重新治理 这个重新建立 这个全国 全球的这个新的秩序 而在这个全球的 新的秩序当中 如何发挥 美国自身的作用 那作为美国的总统 当然要考虑 美国的国家利益 和人民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这就是川普总统一直在讲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重新再发挥 像二战刚结束 那个时候 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的作用 但是这个前提要建立起来 这个作用的时候 前提是什么 要把过去的那些 那些垃圾 那些问题的东西 全部要扫进垃圾堆去 我要重新建立一个秩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客观上 他得罪了很多的盟友 因为盟友并不接受他现在的这种想法 因为什么 因为他会伤害盟友原来得到的利益 但是他要 我们从心而论 原来盟友得到的那些利益 是不是不公正的利益 对吧 就像说 中国一直在讲 说这个叫 这个知识产权无国界 科学应该服务于全人类 所以你有那个科学发明 你就应该服务 我们跟我们所有的人来分享 话对不对 真对 太高大上了 对吧 可是一条 我那个发明创造是要花钱的 不是免费的呀 我花了钱 你让我用市场换技术 就给我拿走了 强行掠夺 我受得了吗 对吧 从人类长期的发展方向来说 也是错误的 因为不保护知识产权的话 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去 开发新的知识产权 去做创新呢 所以呢 从这些角度来说 那我们要放到一个长远的 中长期的角度看 那很可能是什么 很可能这个影响力 是要重新再造的影响力 在这个阶段 正好在这个阶段上 如果这么去解读的话 我认为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影响力评估报告 说低一点高一点 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是要看的是 后续重新造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几个东西 几个因素要在里头 第一 真的是公平 真的是公平 你比如联合国 这个200多个国家 在这个联合国里头 对吧 有一些小国 就总共加在一起 没有几万人 他跟美国 出这个联合国的经费 20%左右经费的 他一票 一国一票 他一样都投票权 那他当然 他说了 我应该全世界都分美国的钱 都分美国钱 我才高兴呢 对吧 他们都投票 分美国钱 美国能同意吗 美国当然不能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不公平的 你得有一个公平的 第二一个 像独裁国家 像中国共产党的 这样的独裁国家 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 就应该让他在那消音 就应该不带他玩 就应该从他的 这个原来我们的那些群里头 给他轰出去 那现在就是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TPP 这个川普总统上台 第一件事就是退出TPP 对吧 退出了以后 下一步他再建立的 所有的环台平洋的 这些经贸组织 各种样的 这还都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现在蓬佩奥国务行 一直在到处游 游说 做这些东西 你会想看到 只要是中国共产党 还在中国执政 那他就不会有机会 进入到这些 这些这个经贸组织当中去 那就是说 未来的新的秩序 重建出来的新的秩序 是一个 也是全球化的新的秩序 就是他们现在 小农的老说是2.0版 这个新的秩序实际上是一个 排除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中国的这么一个 新的全球秩序 那说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你能排除得了吗 现在可以看看 现在他已经白宠千疮了 随着都有倒下的 就有危险 连习近平都 夜不能寐 所以我就说呢 别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没有用 就是看吧 操作 操作就走到那了 你看到那个时候 刘普总统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是不是能做成 所以我还是觉得 再给川普四年吧 就该挨骂了是吧 横津公然拉票 这个网友 网友这个公平处理 最后提到 日本首相千义伟 上任之后 自从九月中旬上任之后 他不去美国 不去中国 决定先到越南跟印尼访问 然后他见了这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但是没有见到王毅 所以外界有很多解读 那菅义伟为什么上任之后 先跑到这个越南跟 跟这个印尼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 那到底就是 越南跟印尼 在日本的这种 所谓的战略 未来的战略利益 到底占了多大的重要性 为什么让菅义伟上任之后 急得先去越南跟 跟这个 印尼 但是没有去美国 没有去他的美日同盟的 最主要国家 也没有去中国 所以未来中国 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访问日本 我看是菅义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个恒静怎么样 看待菅义伟去越南 他经历人已经到越南了 已经到了 对 那个 我是这么看啊 因为呢 菅义伟呢 没有到 因为提到 就我们要表面要看这个 这个报道 一看 说他怎么第一站 第一站呢 先去了越南 然后他为什么第一站 不跟他的传统盟友 或者是最铁的盟友 美国 不到美国来呢 不到华盛顿来呢 这一点呢 我觉得因为太特殊了 现在的美国的形势 这川普都不在白宫呆着 他天天都在那选举呢 最后还剩两个礼拜不到了 大家要冲刺呢 他哪有功夫 见菅义伟啊 那时候你别看那事 真是这个寸 叫什么 一寸金寸光阴啊 所以这个 一寸光阴一寸金 前一阵子日本媒体说 川普要去台湾访问 但是我觉得啊 现在川普总统啊 肯定是没工作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美日关系 这个说明不说明 美日关系不够好 那其实不是 你看那个蓬佩奥去了 蓬佩奥去 先去这个日本 先去参加那个 对日本访问 然后呢 参加了这个 美日奥印外长的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菅义伟出来 跟大家都见了 跟这四国的外长都见了 当然肯定重点 要跟蓬佩奥谈 这点毫无疑问 因为蓬佩奥 在这个问题上 蓬佩奥是 川普总统的秘史啊 是他的特使啊 所以他跟蓬佩奥谈 就终于是跟蓬佩奥谈了 而且他上来 第一件事 他也宣布 美日联盟 是日本外交的基石 是日本发展的基石 这点他上来就讲了嘛 所以呢 我想呢不存在 不用这个事呢 我们也不用过度解除 但美日外交 美日邦交的 这个关系不会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 他现在第一代 选择在越南 这点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啊 因为我们过去啊 可能对越南的 关注不够多 但实际上越南 是这一回 美中贸易战当中的 最大的受益者 最大的受益者 为什么呢 为了因应美中的贸易战啊 越南做了好多的准备 但是他原来没想到 美中贸易战打的这么厉害 他做了好多的准备 就是什么 改革开放 他为了要吸引 这个大量的 从中国来的投资人 他做了好多的工作 比如 第一 他在 对没错 这个越南的这个共产党里面 内部啊 做了好多的这种 政治改革的大动作 他们在政治改革当中 这有点像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胡赵 胡耀邦 赵紫阳的那个执政的 那段时间的状态 这个越南现在处于那种 出生态的状态 所以他们现在在进行的 大量的进行经济改革 尤其是进行了政治改革 这一点他让这个中国共产党 是非常的难受 为什么政治改革 他在基层 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 基层的选举 另外在中央委员会 这个层次 他跟中国共产党 是完全相像的 他按中央委员会 这个层次 好多都是民主选举 民主投票 前一段时间 党内的几个大佬啊 都被选下去了 出局了 所以像这些工作 他就是在政治上 做了很多的考量 他就是要做 逐渐的使越南 变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建了一个良好的 外资投资的一个环境 结果是什么 非常明显 大量的中国的 这个比如高污染的 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很多都转移 很多都转移到越南去了 制造业 大量转到越南 首选越南 因为那个时候一说 我好多朋友啊 都说到这个问题 到越南去了以后 去考察 一去了以后 感觉特别强烈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是 这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深圳 哎呦都觉得 那个地方是一个 寸土寸金 可以随时挖出黄金的地方 所以自然就 吸引了很多的人 那日本在越南 有多少投资 因为日本的很多 像Penasonic 日历 好多的这种 工业的那种 就是这个叫电子厂 电子生产内容厂 做那个家用电器的 很多的厂 现在都转到了越南 所以后续的制造业的 要需要靠规模性的制造业的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和产业工人的 这样的产业 日本估计会重点就放在 这个就是东南亚 包括什么呀 包括这个越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这些国家呢 都会是他的重点选项 所以呢 在 而且呢 在这个过去 十几年当中 日本和中国 在争夺东南亚开发 尤其是高铁 这个问题上呢 一直是 这两个国家 拼命在争夺 竞相降价 但是那时候 日本没做的一件事 就是行贿 这点我们都 好多的情况都了解 日本没做的一件事 就是行贿 而中国呢 那个企业呢 为了拿到订单 大量的行贿 当地的 这个政府的官员 而这些国家的 政府的官员呢 也确实是腐败 很严重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 特别典型嘛 这个叫安华吧 后来就被打 打翻在地了 这个马哈蒂尔上来 那马哈蒂尔也希望 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行贿 当然他原来也有 很多的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像类似 这种事呢 就是钱贷 钱弹打他 还是管用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日本在过去的竞争 过程当中 就是好多都是失利 都在这个 行贿这一块啊 做的不够 不够 不够 aggressive 为什么 因为日本跟美国很像 都有一个反腐败法 就是在境外 如果你要行贿 那实际上回到国内来 会受到 这个反腐败审判的 所以呢 大家都还是有所有这个底线 但是中国呢 在这儿 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时候 菅义伟呢 上任了以后 所谓守旧要去越南 然后接着就去印度尼西亚 纯粹就是为了 把经济 这个所有的钱 还希望能够 在这个事上 多做一些工作 能够争取 印度 这个日本老百姓的支持 能够在明年的这个大选当中 争取能够连任 这个才应该是他的目标 因为现在呢 说做大动作 菅义伟 绝对不会做 绝对不会做 因为他要给 一切都是为了 最后他要延续安倍的 这个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 不会有太多的 越南人口将近上亿 这个印尼 印度尼西亚人口超过两亿多 那彼此两个国家的领土范围 在东南亚 在东协里面都算很大的国家 然后又在南海 这个一个控制 一个战略地理位置 我想日本菅义伟 这次走访这两个国家 选择这两个国家 担任他上任之后的首选的 出访的国家 我想是有他意义在了 除了跟刚才恒敬提到的 这个区隔供应链 重组供应链之外 我想南海的战略利益 也是日本的考量 尤其在印太这种 整个自由开放的航道里面 日本在东边 这个印度在西边 如果中间越南跟印尼 能够控制这所谓的 马拉雅海峡 跟南海的一些出口的话 确实对日本的 各方面能源的运输 各方面的贸易的运输 是有很大的重要性 不过这是我们今天提到了 这个菅义伟出访 首选越南跟印尼的目的在 这个很快 跟恒星美式一讨论 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我们有两观众 一直等了很久 非常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现在请导播 把电话接进来 好了谢谢 黄先生 不好意思让你等很久 谢谢黄先生 我先是想来赞扬一下李恒星先生 用常识级别的语言来理性的 批判和赞美川普的工作 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聊一下川普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黄先生讨论一下 我觉得黄先生是美国的 岁月静月 叫什么东西叫 岁月静好派 是这样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两个月前 当清华的曲当任教授被抓了之后 有一个讨论 是由极左的教授 是星期五这个叫什么 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我们的也是老朋友 夏教授 夏明教授 对对对 他带了一个亲友谈 叫Edward Sha 是一个韩福音的一个华人老人 他很极丹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当时都怒骂了 但是这句话震惊了我 就是说使得我有很多思考 他就说 他说曲当任教授 和其他的先生们 你们用中国的文言文 骂人不妥张智的 攻击习近平 当中国这三十年 工人农民的女儿妻子 被你们这些官人 这个监营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实际上我就是说想说什么呢 我就想再说另外一个人 就说任大炮 任大炮很耿直的听农民说话 很耿直的反习之后被抓捕 我很难过 但是反过来我想 我用这位老人的这个话来想 其实这个任志强不就是中国这个利益集团 割韭菜那把锋利无比的镰刀吗 只不过他上层一点良知 告诉大家我要来收割你 你要躲吧 对不对 而且那是因此而得利益的人 也是城市的大城市的 一线二线城市的利益集团 这个跟中国六亿的 李克强讲的中国的红脖子 没有关系的 跟另外还有四五亿的城市平民 也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我可以做这个基本判断 这个我们的这个 就梁家河精神的 这个习总书记上台之后啊 我特别提梁家河精神 我基本上领悟了 他实际就是对这三十年 中国的利益集团 对中国红脖子的 无耻剥夺的一个侵善 看看那上十万 受以十万计的官员的 抓捕之后的 那种中纪委的报告 我在胡锦涛时代 回到中国 我一些当官员的朋友 一些联营企业家 一些老百姓 跟我讲了这么多话 千万不要跟地产商打交道 他们十个有十个是混蛋 我想说什么呢 那么在这么一个三十年 中国形成了一个什么风俗呢 就是说基本上 大家就是说 就是叫 就叫 这叫叫 叫传贵资本主义 老百姓也学会了 人人打交道 利益出向 一般老百姓 说来 我们在波士顿 见识了很多 要么就是烟酒茶 根据利益的大小 要么就是红包 再往上 还要把送旅人 送骨船 为什么马人的骨船 不能披露 看看 叶建民的那些周围 那么习近平 用各种手法 打击这些人 抓捕叶建民 这个是在中国的红脖子里面 得到赞扬的 那我再更说软一点 这个跟黄信讨论 我们 我们永远在批判毛泽东 但我先现在想讲 毛泽东这个 他自身说 生猴子 大老天公的生猴子 我们看一看 当时北极的陆河墙 都是半个大羊 鲁信 他们当教授 是两百个大羊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都怀念 这个民国时期 在蒋公的领导下 思想的自由 甚至产生了很多 为人类文明多数 不允现的伟大的 科学家和思想家 可是我们 换个角度 中国的农民呢 骆着墙子们呢 是不是 那么毛泽东 实际是为他们代言了 之后彻底把蒋公 这一个江泽利益集团的代表者 送到台湾去了 我说对不对 实际上 对象平路线 跟蒋介石的路线 是非常相像的 我不想评判 他的正确与错误 我只是想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回到美国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叫什么 叫全球化 实际根本就不是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说 实际就是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我很喜欢这件很不理性的 郑旭光同学的一句话 他在谈经济问题很理性 他谈川普他就红了眼 我高度赞扬他的理性 他说过 他说不是自由资本局 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而是 这美国的自由资本局和中国的 传规资本人员三十年 苟和的问题 苟和两个字 我听到亲口说过 它是一个不能念 它之后带来的结果 就是利益就是被华尔街 硅谷这种全球化资本 和中国政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分割了 对吧 中国政府就是中央 就通过外国管制发钞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把这个全球化的利益 基本上拿在兜里面 那么真正在全球化过程中 做出贡献的人 是受到盘剥的 包括 包括黄先生那种 牛肉卡 一定是受到盘剥的 你只不过是没有感受到 你们的劳动 没有成比例拿回来 对吧 那么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生锈带 和东西海岸的 Black Lives Matter 的那些黑人兄弟 他们遭受是一样的痛苦 还有 我想 李先生提到过 都会年轻人操心的 实际上民主党建制派 他们不谈经济 很可恶啊 他们就是说 你们可以吸毒 你们可以性自由 我们都可以理解 实际上是给年轻人 把麻草药 让他们及时行落 可是我记得很多 小女孩二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多岁没结婚的时候 他们是 破适 一旦他得了孩子之后 他变成破赖了 我见过很多小伙子 年轻的时候 非常喜欢信自由 他多么幸福啊 一旦他有了儿子和女儿 他不想女儿回去 在外面去过夜 不想儿子在外面去麻烦 就是说他们会明白的 但是就是说 建制派这三十年 从老布什开始 现在我们讯息 好像收不到讯号 收不到吗 收不到 刚才听不到声音 请讲 我们还有二十分钟 请讲 好 我讲完 还一分钟讲完 从老布什开始 从老布什开始 他们对中国的 这一阵不能念 对中国的红脖子 对美国的红脖子 是犯下了滔天这行的 那么美国的 去了一个晴天霹雳 孙悟空 这个川普 造反来了 我相信他造反的结果 即使他再干四年 有人问他万一 成为毛泽东怎么样 我是美国的体制 不可能让他成为毛泽东 我很希望 他在美国的 伟大的宪政体制下 把建制派 既得利益者 台链发财 台下拿钱的这一些 我骂人这些混蛋们 打个稀巴烂 然后再由下一代 中清就是说 四五岁就在重建 这个更干净的 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 那么我很遗憾 我是在波士顿 这么一个南州 我的投票将会被废掉 所以我一个月前 赚了三千块钱 一分两次赚给川普了 那么我想听 如果朱利安尼的爆料 将能说服我 我将跟副总统 他们有国总胆信 88022这种东西 还有很多 再赚三千 同时被在参议院 苦苦地于东西海岸 大资本苦斗的 伟大的保释派 这个参议员们 赚三千 我只能做一点 微博的贡献 谢谢 本心你要先说吗 还是怎么样 黄先生是要 黄先生要跟你 跟你谈 他点名要跟你谈 我第一我没什么资格谈 第二我坦白讲一句话 我算是无足轻重 我算是个nobody 我支持谁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我坦白讲 而且我民主共和两党 我没有特别偏好哪个党 我必须很honest地跟你讲这句话 真的 真的民主共和两党 我并没有 很 很 很 这个好像偏哪一偏 如果你去 如果你了解我这个人 私底下知道我这个 知道我这个人 你会发现我根本并不是说 全然是喜欢哪一个人 我喜欢哪个党 不是这样子的 你说台湾 我可能有自己的偏见 我可能有自己喜欢党 但在美国我没有 我很 我很诚实地跟你讲 跟你黄先生讲 我们那么 你那么支持明镜 对不对 支持我们和平 常常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 我完全同意你赞赏 黄青 黄青思路很清楚 他这个 他这个 思路很清楚 然后这个 很多事情看事情 我们能够就事论事 来看事情 对不对 我想我跟黄青之间 我们大家对话的时候 他也很清楚 我跟他就是这样 我们就事论事 来谈事情 他的很多观点 我很同意 但是很多观点 我不同意 但是并不代表 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是觉得谈论事情 就是要这样子 你不能说因为 他的事情 他对某些事情 看法不一样 我就讨厌这个人 那我是觉得 他没办法谈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黄青 有没有补充 好 我再补充一点 黄先生你可以看到 其实赵平兄 不是岁月静好的 他是有立场的 他只是 我觉得 他觉得他是有立场的 另外一个 就是 他的观点 其实也是很鲜明的 但是 我觉得就像 刚才赵平兄谈的 其实我们两个观点 其实不完全一样 我们有好多就是个人的判断 个人的 包括支持与不支持的 包括候选人的这方面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另外就是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特理性 就是真的讨论问题 就是讨论的是事 所以前一段时间 我觉得有一些 这个网友 我也收到了一些网友 批评夏明的 其实夏明是我好朋友也是 这个我们关系 其实真的是很close 我也很尊敬他 他很有学问 在政治学上 但是呢 前一段时间 他在支持这个 在反对川普的这个事上 我都个人都觉得 夏教授呢 走的稍微有点远 然后呢 他有一些地方啊 就是我们叫做什么 take personal 就是别take personal 就好多事就是 别把这个事呢 跟你自己对号入座 好多事呢 我们做我们评论 包括我们发表意见 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距离力争都OK 但是别take personal 这我也是给夏先生 也提个提个想 提个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但是我还是很尊敬他 我们这边的波多马克文化沙龙 也是请夏先生过来 给我们做报告啊 我们personal有很多的接触 所以呢 这个我倒是一直认为 就是别别别 别take a person 该理性的 这个去去平和的去交往 别的不说了 别的不说了 后来还有好多举手 对夏教授 其实他对他的学问很渊博 没错 然后他对国际 对两岸的看法 对美国证据的看法 我是觉得他有他的看法 学者的论点 我是觉得我们都要尊重他 你不管因为学者不可能完全一个方向 那就不是学者论证 那学者有很多不同看法 每个学者每个学者 他的这个问他的这种所谓的理性诉求 论述的这种基准点 因为我们只有剩下时间不多 那个 Richard 请你把握时间三分钟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等一下导播 我们等一下还有网言网事 这个导播很忙的 来请讲 来Richard来请讲 就是我觉得 从中国现在的这个 关于台海的这个动作 就是包括排兵布阵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在蔡英文下课 和完全无协议的武统台湾之间 徘徊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不发生任何事情 而且我认为 中美有沟通的管道 我大概率认为 中美会达成某种协议 说的难听点就是 出卖台湾 出卖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这是一个 中国今天发布了一个新的 这个军事上的内容 就是空6加东风21D 可以协作 事实上它就能够有攻击 这个又用中程导弹 攻击全球的能力 就以前远程导弹才能攻击全球 它现在借助这个飞机飞一段 空6飞一段 再加东风导弹 基本上 也就是说 从某种程度上 东风空6加东风21 使得基本上 美国所有的航空母舰 都在危险之中 如果双方开战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种 试景 我虽然很支持这个 李恒青的很多的这种知识 但是我不赞同他的一个判断 我找不出任何理由 能证明 就是除了雄心壮志以外 还有这个习近平现在拥有的这个权力 他给内部的谁看 他只有内部管不住 他才需要给别人看 我觉得中国内部的这个稳定应该是这几届政府当中最稳定的一届 最强势的一届 所以说找不出刚才那个恒青说的 就是需要给内部来作秀 不需要 我看不出来任何理由 我也希望 就是李恒青老师能够给出一个逻辑 还有一个他对美国的评价也是 就是说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出兵的声明 他只会说不会无视 就是美国会有动作 台海这么一个大选 美国一定会有动作 但是我没有看到 到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看到美国一个非常强硬的军方行动 和非常强硬的军方声明 我不知道你们认为美方多强硬的监视证据在哪里头 对吧 还有那个南海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是商业航行 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 没有表现出对就商业航行的主案 而至于你军舰来航行 那中国派个军舰离美国500公里 美国会怎么想呢 这个自由航行是假的 对吧 好 另外一个他谈到了 还谈到了这个奥巴马 就是关于奥巴马和川普的这个对比问题 其实奥巴马他事实上对外移产业链 他有他的策略 而且他做的蛮好 TPP做的蛮好 是川普执政打碎了 就是奥巴马连续八年的铺垫 使得他又得重新做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成果 就在 就至少在 你可以说他后四年 做的更好 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不出川普对产业链转移任何贡献 说到这里 谢谢你 这个 我先谢谢这个蔡明长先生 对我跟恒静的打赏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不过我刚才先回应你一下 这个南海这个事情 最主要是中国在西沙那几个岛的一些军事化的事 是引起的周边国家的危机感 那当然他如果不做这个动作 相信周边国家比较没有 因为涉及到航行 涉及到捕鱼的事情 鱼越型的问题 比较没有争议 但是他一旦当这个岛礁化了 军事化的话 可能就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一些反弹跟忧虑 来恒静谢谢 OK 我同意啊 另外一个呢 刚才那个Richard提到了 说这个商业航行呢 这个中国呢 不没有阻拦 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军舰呢 如果到了美国的边上500海里 然后美国会怎么办 其实前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海军已经航行到中途岛边上 已经航行到中途岛边上了 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 一个 一个你说试看也好 或者是做出了一个姿态也好 这个呢 已经有很多的报道 所以但是美国呢 也这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没有说什么 非常明确的没有说什么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刚才那个黄先生提到的 这个 这个实际上呢 这些岛礁的建立了以后 它变成了军事化 变成军事化了以后呢 它就非常的明确说 那我200海里 20海里 几个要求 所以这个呢 是现在的 这个所有的 在南中国海有生存 有生存 要求的这些国家呢 都非常的紧张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 我想呢 军事上我不太懂 所以这个呢 大家看吧 如果要是 后续是什么 我们不希望打仗 就有可能打 会是什么样 大家可能各有各的看法 你说那个 轰六加东风21 可以打到美国的 任何一个地方 那还有海多太空的 太空的可以 第一个摧毁 这个卫星的实验 也是这个解放军做的呢 对吧 但你可以你可以看 如果要这么多打下去的话 大家就 就去争吧 争完以后 最后结果是什么 可能前苏联是个样子 这是一个了 另外一个呢 你说到那个给谁看 给谁看 中共党内给谁看 其实都要多典型啊 这个可能你 我不知道这个 Richard 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个李克强 他就要给李克强看看 至少的 另外一个 他周围的 这个好几个人 他都要给他们看看 像汪洋啊 这都是要需要他看的 包括原来的 被他打压下去的这些势力 都是需要压服的 就跟你在当年 这个邓小平 打那个越南的时候 表面上是打越南 实际上是给党内看 那你说现在看 你如果说还看不出来 是给谁看 那我觉得就没办法说了 在当时实际上 陈云李先念 这些他的老同事们 是不听 不想听 至少不想听习近平的 而不是这个 这个邓小平的 最后呢 打完越南了以后 他们就都听了 对吧 因为他们知道 军权在握 是邓小平的 所以他们不希望 变成一个出局者 那只有跟邓小平 作为一个共同的巴佬 来共同决定 中国未来的走向 所以呢 我想呢 是一样的 现在的形势呢 是一样的 现在的经济形势 政治形势 外交形势呢 比中共 就是这个文革以后的 任何一个时期呢 都不稳定 问题都多 所以才是现在说 中国可能发生变化的 这个一个基本的 一个基础 基础吧 所以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呢 就是他需要 押服周围 周围的这些同事 所以这可能是 他的一个主要考量 当然这儿我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 所以不一定 符合你的这个想法 好 谢谢恒星 那个第一 请讲来 给你三分钟 谢谢 抱歉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等那么久 你好你好 周围星好 曾经好 你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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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太忙 Anyway cuting topic 就几件事 我是上周 因为工作的原因 研读微信 那个 就是中文翻译 叫绝望者之歌吧 那本书 就是J.D.Benz的那本书 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我看他那个 他那本书 当时在2016年 是被称为是 2016年如何解释 川普现象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样本 主要讲的也就是 这个绣铁带和这个 就绣铁带 和阿普拉西亚山脉的这种 就这群人 这种山区里面的 这种美国 咱们说的right neck 就是如何去解释 这个现象 他们在这个 实际上在这个 奥巴马和之前的 就是说像黄金人说的 我觉得一点错误没有 就是因为 就这个美国制导业的迁出 然后导致了这些人 没钱 贫穷 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 去说实话 去work up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或者就像JD一样 去做律师一样 去考商学院 考法学院 去真的改变自己命运 并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欲望 但我想说的 其实更多的是 他其中有一个 就是这个JD的妈妈 就是这个Beverly 常年因为独野 然后引出的就是刚刚 我想说的就是刚刚 恒青不太同意 他对于这个大麻的 这个看法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随便查了几个数据啊 就是美国在2000 这是2001年 做的这个调查 这个美国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这个调查 是41.9%的人 在他12岁 或者12岁以上的人生中 某一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 使用过大麻 然后11.5%的人 是今年使用过大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2001年 大麻在美国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很很就是说 他在他属于一个 非法边缘的东西 在爱华州 就当年我上大学的地方 我们租社曾经有人 有possession过大麻 然后被逮了 但是警察没有办法治罪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当地的议会 已经通过拒绝了 这个把大麻治罪的 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麻这个事情 是一个寻衣渐进 在逐渐在游走 在法律边缘的事情 也不是说说我们说自由 我们就支持吸食大麻 而是说他getting to some point 没有办法 通过一刀切的方法 或者通过绝对 非法化的方法 去让大麻离开美国 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Asia这个group而言 大家很就是说 这种拥抱传统思想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他在美国的 现在的问题面临的事情 他并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说 我们去合法化 或者非法化 而是变成了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去 就是说去彻底 把这个东西 从美国社会中 剔除掉的事情 包括cocaine 这个事情一样 所以因此我觉得 就是说 其实也不能完全说 就是左派 说自由派 这些人是 真的是知识自由 可能是 真的就是说 他在治理方式 或者治理方法上 尤其在左派 或者中间的 这些建制派而言 他绝对是采取的一种 我们不谈 极左和极右的人 就是其实也是一种 相对这么一个看法 然后说到 说到右边 说到就是这个事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共识 其实投拜登的人 应该就是反川普的人 昨天我们在加州 那个曲郡 就是去度假的时候 那个 古纳那个城市里面 昨天我们看到四五辆川普的 那个打旗的车 在那转来转去 但其实就是那四五辆车 来回来去 从左边开到右边 掉一个投资 右边掉完之后开过去 每一次开过去的时候 绝对边上会有 十个人 我就不说 就是这个意思 就很愤怒 大家都很愤怒 对这种 所以我觉得 我很难能 就是真的去 去像有些人 就像 之前有几位先生 包括黄欣珍认为 这个川普一定会 这个什么的 反正我是抱一个 就是 怎么说呢 吃瓜的心 或者就是 我们到底看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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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OK OK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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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一点 小藏 你刚刚提到的 说大麻 我说 我爹 我 我的看法 我其实我是无奈 我纯粹是无奈 因为那个 我也没有 没有发言权 就是在这个事上 我也不懂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事呢 很像 那很像 当年的那个 是不是像啊 像当年的那个 就是 原来美国在 二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禁酒令 威士忌 那个时候是被禁 然后呢 就是 就是烈性酒 都被禁了 后来呢 这个 所有的犯罪集团 主要是在美国呢 是这个 黑手党 后来呢 就开始从 加拿大呢 往这边饭酒 饭酒呢 然后高价的 卖给这个 喝酒的人 后来呢 到 后来美国呢 把这个禁酒令解了 解了以后呢 这个大家呢 喝酒呢 都自由了 结果那个 喝酒 饭酒 卖 饭酒的这些 黑社会组织呢 也就没有办法 用此来生财 然后社会治安呢 倒是也是提高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 咱们中国人嘛 中国人都受 那个 深受那个 哑片的 那个 曾经受到 哑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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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遗毒吧 这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呢 从思想当中呢 我对那个东西 是从小就有恐惧 从小就有恐惧 所以真的 说 为什么要 说现在放开了 我是 我只能是无奈 然后我思想感情当中 很强烈的反对 一对的这个 但是 其实更多的是无奈 我也没办法 家里面有小孩子的 大概每个人 想法都会跟恒青一样 对啊 对 OK 那个 接下来 那个 古德 古德先生你好 你有三分钟 谢谢 好的 黄先生好 恒青先生好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 教训台湾驻外人员 可能也是反映一种名义吧 这个就是大陆要统一台湾 非常迫切的这个名义 尤其是为了这次 伟大领袖南巡 保驾护航 我到北京 拜会了这个国防 国防大学的一些教授 还有一些央视的 这个军事评论员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看法 也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是同意恒青先生 那个观点 就是说 伟大领袖肯定是要立大功 做大事 杀尽天下贼 留有万世民 尽快把这个天安门城楼换像 让老毛让地方 那么肯定是 要这个指争朝夕 尤其是这个 川普总统 有伟大领袖的这个权力支持 不断提供拜登的黑材料 我认为连任还是有很大的把握的 至于说 基本上至少今年会有 以武逼统的措施出来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大陆肯定要尝试一下 对吧 当然我们尽量争取 还是用慕尼黑协定的这个模式 和平统一台湾 好 谢谢 没事 都会有那个惊人的 你都有惊人的那个发言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 驻外人员毕竟外交官 没错 很重视 很重视很基本的 所谓的国际礼仪 跟这个互相尊重 那这个 毕竟那个不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场子 那是中华民国 庆祝国庆的一个酒会 你跑过来 然后一定要强行 留在这边 你也不是应邀的贵宾 然后又要拍照 又要 又要查访东西 总是不好 到后来 别人 我相信我不觉得 台湾的外交官 会把你硬性的嫁出去 他一定说 那你没有受邀 是不是请你出去 但对方 我猜 中国的外交官绝对不同意 所以才会爆发 后来的肢体冲突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用很常理去判断 应该情况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而且这个外交 外交的这个 最后得要看效果 说这种 这种外交的形式 下来了以后呢 到底是周围的观感 当地居民的观感 国际社会的观感 最后你说 你做了这个做法以后呢 是得分了呢 还是失分了 得人心了呢 还是丢了人心 这一点呢 我想不变自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确实是不敢 不敢说这个 当然这个 我听得懂 这个古德先生啊 说这个 他用词说 教训一下这个 可能像我们这些 这个喜欢台湾 热爱台湾 老百姓的这些人 可能不太舒服啊 不过 我觉得最后 能不能得民心 得周围的朋友的心 这点才是外交的 一个重要的考量 否则的话 你最后得到什么了呢 对吧 只能得到了 别人对你的 这种厌恶 可能最后 实际上是丢分了 关键是 好 谢谢 谢谢古德先生 谢谢 前面 黄先生 还有Richard 还有这个DZ的 这个参与我们讨论了 跟这个恒青 每次时间过得特别快 这个一下子 我们两个半小时过去 讨论了五个议题 再次谢谢恒青 也谢谢所有的 这个明镜的支持者 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很多网友 在留言板上的留言 哇 五花八门 各式的科养都有 极左极右 极北极南都有啊 中庸的也很多 温和也很多 谢谢恒青 谢谢 谢谢赵平兄 谢谢导播 谢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 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礼拜 美国大选 会变化成什么样子 OK 好 谢谢所有民众观众 我们今天大新闻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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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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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